喂 草 什麼玩意 先放音樂好嗎 等人 不是在玩戰第一 是在放戰第一的音樂 今天也四開還行 那無所謂 那我不管了 不知道是不是ZW天天播 我感覺她現在都是997直播間 紅話也要播嗎 我知道蘇拉在播 蘇拉也不用管她的 她昨天說她播一次百一個月 然後今天就播了 反正紅幻不播我就可以播 無所謂的 主要紅幻那邊可以去嘴兩句 其他的我也去不了 蘇拉要播她都是自己一個人播的 什麼 昨天晚上直播到今天早上七點多還行 他們那麼搞 受不了 我只能說 那陸播根本聽不過來 主要帳單那邊也不缺人 所以就算了 而且感覺他們那邊聊的話題 大部分都是跟經濟學相關的 經濟學相關的 經濟學相關的確實嘴不了 對經濟和金融沒什麼了解 今天聊啥 今天先把那個存的圖給清一下 紅幻要播嗎 我不知道她要播呀 瞄眼 她發動態了嗎 她發動態 她現在也不是固定星期六 她現在不是要那個嗎 她現在因為不熬老頭 所以會增加頻率 那無所謂了 我這邊播兩個小時 我就摸了 主要我這邊是準備了那個文章 感覺差不多了 三百多個人了 可以開始了 昨天的帶貨 不過怎麼說呢 她帶皇帝的刺刀 這種書我覺得 就感興趣了 應該早就買了 就皇帝的刺刀和自身的科學 都是閉著眼睛買的 哦對她還賣那個枕頭 是不是 不過好像B站這個優惠 買書是真優惠 因為我對比了一下那個 之前在團座那邊帶貨 團座那邊的書 有你如果能拿到優惠券的話 是要比淘寶那邊便宜一點 沒有那個不是一般 不會騎射 而是怎麼說呢 就其實說到底 火槍騎射的根本原因在於 你不要用你的 產生的煙霧去干擾別的人 就你們都一起開火 然後那樣第一輪的煙霧 是不會互相干擾的 你要是有人提前開火了 邊上的人不就被遮擋視線了嗎 就本質上其實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甚至都不是說什麼 什麼突然的火力 讓對方什麼瞬間減圓很多人那種 就他 呃 我記得自身的科學裡面說了 是第一輪 只有第一輪是騎射 然後之後都是直接自由射擊了 不過他那個 就蘇洛洛夫那個時候都已經是 18世紀下半夜了 就那個時候確實 就大家都發現了 騎射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你如果搞騎射的話 你現在一整排的人 都在等那一排裝填速度最慢的那個人 會戰射擊還行 看一下喔 翻一下圖 好像又存了不少圖 上次是個發到了 欸 呃 我操怎麼這麼多耶 往前翻了 喔 喔這個有點搞 這個是 好像就是那個被 被刺殺的那個 就一戰被刺殺的那個 斐迪南大公 去埃及的時候 然後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木乃伊 呵呵呵 有點樂 對 扣是木乃伊 反正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費迪南 但我之前看那個圖的 配的字就說是 叫什麼什麼費迪南 然後去埃及玩的時候 也算是藝術造版 然後 另一個也挺地域的 安徽合肥給孫全 竖了一個雕像 我靠 呵呵呵 好像據說那個 就在這個雕像 邊上不遠的地方 有張寮的雕像 呵呵呵 呵呵呵 對 贏得倉皇北故 有點太巨魔了 對好像那個 那個雕像離那個公園 不是很遠好像 有點搞 好 這個是真的屌圖 呵呵 這是真的屌圖 下面 下面評論一條 馬丁的早晨 呵呵呵 馬丁的早晨 呃 然後是 對 這個圖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也快一周了 呵呵呵 確實很牛逼 我靠 就這小孩 在趴在那個床上震骨 那就是 那種 一般做按摩的那個床 它都 就你臉那個位置 是 露空的 讓你 免得你的鼻子 很難受 可以看到下面 這時候 那小孩他媽 拿著那個手機 還在讓他答題 上一次看到這種身體痛苦還要回答數學問題的時候 是問1000-7等於多少 等一下我 這應該切一下那首歌 王毅民有沒有啊 呵呵 有欸 呵呵呵 痛太痛了 聽電棍吧 哦 下一首 下一張圖 就說 所以應該是個段子 不過也挺搞的 就說 公司搞充值活動 公司搞充值活動 你是什麼星座就送什麼東西 巨蟹座送十隻螃蟹 雙魚座送兩條大魚 哥你是啥星座 我是處女座 呵呵 呵呵 什麼玩 HV來了 我想起我看的小說更新變慢了 是因為期末了要打孩子 我不吃牛肉 確實 哦 這是什麼呀 哦 這好像是個 什麼以色列搞的一個文件 什麼十大 2023年十大最惡劣的反游事件 那就是誰是哈馬斯 然後 哈馬斯第一名當然是哈馬斯 呵呵 然後第二名是伊朗和卡卡塔爾 因為他們資助哈馬斯 第三名是聯合國 因為他們沒有譴責哈馬斯 第四名是紅十字會 因為他們去搶救過哈馬斯 第五名是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 因為他們他們也幫哈馬斯說好話 第六名是美國的精英學校 因為裡面的人也在聲援巴勒斯坦 所以他們也是哈馬斯 那第七名是 2023年12月奥克蘭的清巴勒斯坦宣講會 他們都打巴勒斯坦旗子了 肯定是哈馬斯 那第八名是 from TikTok to Telegram 那就是所有的社交平台 就他們都在傳播清哈馬斯的言論 所以他們也是哈馬斯 那第九名 人權觀察組織 因為多年來一直在積極推動反以色列的議程 所以他們也是哈馬斯 那第十名 全球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全球所有恐嚇和咒罵猶太人的人 全球所有使反優主義成為主流的人 你們都是哈馬斯 可以 這下這裡是哈馬斯直播間 然後是2023年哈馬斯積分榜 快來看看你獲得了多少哈馬斯積分榜 怎麼又是15號 看來圖還點多 這是瑞典的民防部長卡爾奧斯卡 說國民應該意識到瑞典持續210年的和平 可能即將結束 瑞典全民要動員起來 為戰爭的到來做好準備 北YYF在嗎 我只想問一句北YYF在嗎 哦對這個也挺重量級的 美國聯邦航空局表示 為了推動多元化 該機構計劃重點雇佣患患有嚴重智力障礙和精神疾病的員工 不過這個計劃受到了很多美國人的質疑 覺得有點胡搞的意思 美國聯邦航空局要雇佣智障和精神病 我不好說 對啊 昨天結束時聯邦那個人就是北YYF 對這下 是的 我覺得波音應該去多顧一點好吧 以後出事了就可以裁裁幾個 就套盾 多元盾 然後下一個 哦 哦 這個是 好像之前誰念過了 不過我再念一遍 之前是應該是日本電視台的關於山上徹野的深度採訪 然後記者問山上徹野 問他為你為什麼選擇了刺殺安倍而不是刺殺邪教教主 山上說最開始想的就是去刺殺邪教教主 但是發現行不通 因為那個邪教其實就是一群乌合之眾 內部山頭林立 黨派撤走嚴重 你幹掉一兩個高層是改變不了什麼的 只會換另一派人上位 索性就去刺殺邪教幕後的大boss金主 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而且可以最快的讓世人都獲取對該事件的關注 讓該邪教組織被盡快清剿 然後他還寫過一封絕筆信 講明了刺殺的心理過程 山上徹野還分析過當時統一教的頭目 已經死了 他的老婆兒子們為誰是統一教正統爭論的不可開交 他自認為殺掉整個統一教統治家族是不太可能的 他曾經想要殺掉統治家族中的其中一個人 但是他分析如果只殺掉其中幾個人 比如老婆韓赫子和他的女兒的話 那麼文先民的三兒子和七兒子 反而可能會因此整合統一教 這與他摧毀統一教的目標背道而馳 這就是自勇雙拳 好嗎 這不得不說 了解樂深樂隊山上意識感到敬佩 他那個電影好像 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之前看到出個什麼 又出了個30多秒的一個預告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蓝老師還要出什麼導演剪輯吧 我覺得不只是刺客傳的問題了 我覺得 我覺得你給他寫本書的價值比 給自民黨那些重製寫書的價值高多了 這又是啥 好像又是 這是英國的 英國也在說什麼 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準備 這個 南京大學自主招生題 四個零 然後等於24 讓你加各種運算符號 下一評論區 加了哼哼哼 等於24歲四學生 然後下一個 這是啥 哦 這還挺 這還挺有意思 可以看一下 就 應該是80年代吧 還是90年代 日本的 那個 南公關 長什麼樣子 這是 當時日本人 最出名的那個 長得 很有時代氣息 我只能說 就 然後下面還有他 然後是 哦 90年代的 還給他 畫過一本漫畫 叫什麼夜王 啊 現在的 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真的算消費將級嗎 視覺系好吧 我看 有點過分 說實話 村口集合 水泥自帶 這個挺搞的 這是那個 迪士尼 那個 米老鼠版權消失 失效的第一天 而有人畫的 有人說 那個 瘋狂的 瘋狂的 駕駛員到底是誰 不要是 要看過這個 米老鼠 那個動畫才 才比較有感覺 這個 米老鼠 他的開船 特別風騷那個姿勢 這個是啥 這放不出來 沒有 他 他其實只是想 就這個 沒什麼梗 他的梗的 根本意義是 他只是想畫個米老鼠 因為 那個 不過米老鼠 這東西 他的版權是 分開的 就 版權失效的 只有 最初的那一版 最初的那一版 米老鼠 他 米老鼠分了 多少個版本 反正就 每一個版本的 版權是單獨的 還有包括每一個版本的 那個剪影 他剪影也去搞了 版權 所以就 你要 你要同仁創作 畫米老鼠 你只能畫那個 黑白的 然後最早的那個版本 你才不會被他告 要不然你還是 算侵權 這個就是 單純的傻逼圖 就是什麼 他男朋友幫他拍的照 說很有藝術感 我都不知道 怎麼拍出來 我沒看懂 這個是什麼 他怎麼拍的 我不是背光的問題 他站的那個位置是什麼 我也沒看懂 只能說很牛逼 這個 這個有點 有點熱 南京第一家 女性專屬器械區的健身房 然後開了兩個月 兩個月不到 50天 根本沒有女人來 我們要取消女性專屬區了 然後第二天 我們把男女全得罪了 你們不要再笑了 就特別一天 打拳失敗 然後被拳打了 是的 就很多 很多去蹭 蹭這個打拳 然後蹭的並不好 然後反而最後還被拳打了 就關鍵 我看那個 有個人下面吃瓜 還是評論區什麼的 在那說 很多人去辦那個卡 其實就是 什麼 有些人就是在那一邊跑步 一邊看美女 結果他分了男女區之後 很多男的也不去了 然後那個女生那邊去鍛鍊的 也在抱怨 就說那個 好像是那麼集中搞了之後 他很多器械不方便弄 然後而且還會什麼 有一些那些就是 不是過去健身的 就是過去玩一下 器械的那種 然後反而把那個 女生專區那邊的 器械給站著 真的想練器械的女生 反而沒得練 就相信他這麼一搞之後 就搞的 就兩邊都不討好 那就特別搞 對啊就 他把兩個區分開了 有些本來本來就是 有些是過來看帥哥的 有些是過來看美女的 他這麼一分開 那別人就不來了 這有個離譜 挺離譜的新聞 也不算新聞 日本一架 赴美國的客機起飛後折返 那說是乘客 咬傷了空服乘員 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當地時間16日夜間 55歲的美國男性乘客 咬傷了空服人員的手臂 全日本的航空公司 全日本航空公司 一架從東京 飛往美國西雅圖的客機 起飛後折返 此處因 at未公切四 好吧 可是這也太搞了 這不是新素材啊 這不是FateZero里有的情節嗎 這個也挺搞的 1月16日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在新哈姆斯菲爾州說 昨天A股暴跌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贏得了愛荷華州 懂完了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段子 反正都樂 就我在這個環節貼上來的圖 我都不負責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只負責它很樂 這個是個冷笑話 為什麼一片番茄也能上地鐵 因為這裡是subway 這挺騷的 這個日本女自衛隊的女長官 偷看男隊員洗澡被通報 然後自辯的原因是 他說他想看那個男隊員 因為男隊員的體位讓他感到不適 他想看看他到底有沒有認真洗澡 這subway那個不算 不算寫音梗 那是一語雙關而已 這個有點單薄 雖然我沒看過migo 但是這個配的字也有點搞笑 選擇你的項目組成員 產品 我還在開會 運維 你自己不會重啟嗎 測試 我明明復現了 前端 GIT上怎麼收不到呀 後端 啥時候有的需求 我覺得 幹幹過互聯網的朋友 應該比較有感觸 我只親自體驗過 運維 測試和後端 這確實太精髓了 都是能氣型的話 還好 我覺得在開會那個還好 我之前那個公司的產品 就沒那麼忙 所以沒有怎麼體會過 然後我之前那家也 也不 就前端也不怎麼用 這什麼 也不是很複雜 所以也沒有這句話 其他三個都體會過了 因為我是做測試的 我是做測試的 都不知道誰發明的 太陽能蟑螂 不知道有什麼用 我真說過那句話 有些bug真的就離譜 你之前搞出來一次 然後你把人喊過來 他讓你復現 然後就復現不出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就只能說 你也不能怨別人 在生活中相信玄學 或者相信什麼 超自然力量 有些時候就那麼邪門 我說 不知道發明的來幹嘛 太陽能蟑螂 我說 這個應該大家都樂過了 老胡該補償了 為什麼我的股票一直跌 1%的可能是因為 我的決策失誤 99%的原因是他媽的個逼的 對啊 這彈幕有說 之前也遇到過 自己復現了好幾次 人喊過來就復現不出來 那是這樣的呀 那是這樣的呀 而且關鍵你提需求 你不復現的話 你需求也沒法提 還有這麼多圖 這挺搞的 菲律賓國防部 就之前是 應該是外長吧 那個賽里斯外長還是誰 讓那個馬克思總統多讀書 結果他們這邊的回應是 建議馬克思總統多讀書的建議 是侮辱了整個 菲律賓民族 不知道該說什麼 對關鍵他爸 那個老馬克思還是個卷王 當時他在成為人間之瀉之前 還是個卷王 是好像是當時菲律賓司法考試第一名 然後他耳兒就變成了 什麼馬尼拉丁真 對這個也挺幾天的 提問這次巴以衝突 以色列最後能消滅哈馬斯嗎 如果消滅不了 是不是可以認為以色列失敗了 然後這個人他回答說 哈馬斯比當年的卡扎菲薩達姆本拉登如何 當年這些人的雍盾喊得更厲害 最後還不是一個個灰飛煙滅 歷史經驗表明小粉紅們挺誰誰死 這次他們力挺哈馬斯 說明哈馬斯的末日不遠了 然後下面有人問他 你怎麼評價註簽行動 沒聽過 沒聽過 如何看待東北某地為推廣旅遊業 大量採挖河道裡的冰塊製作冰雕 或將導致半年後整個地區 河道冰塊資源枯竭 不應該說出院嗎 怎麼能說天才呢 出院 這是個痕跡天的東西 日本的自動剖腹刀 三大優勢 不求人 不費力 不反復 自動剖腹刀 最新研發 At One自動剖腹刀 這真的太逆天了 對這是個那個 搞笑的 對這個 沒想到以色列人偷貓還有後續 以軍士兵認為加沙人太原始了 不可能養貓 所以他們認為這隻貓 肯定是來自以色列定居點的 所以這隻貓肯定是哈馬斯偷的 所以他們又偷走了 只是說沒想到那偷貓還有後續的 然後這下一個 問為什麼71%的美國人認為現在的經濟表現不好 然後白宮的發言人 這不是發言人嗎 而是說美國的經濟很好 但是人們需要時間才能充分感受到 總統所做的好事 對然後 經濟學人的封面 He is winning business beware 然後用美元 然後再燃燒的美元 搞了一個董王的髮型 對 確實很有意思 我看得出來他們很害怕董王 然後 對有個挺逆天的 這是新聞 算是新聞吧 應該是美國的肯塔基州的那個共和黨 不知道他是個什麼身份 下面有寫嗎 Wayner 這是個參議員嗎 然後提議 說要讓和唐 唐 應該是表 你就可以翻譯成表妹吧 很紅脖子的翻譯 和表妹發聲關係合法化 就說 此處應有 此處應有Sweet Home Alabama 這印度人整個活兒 1月22日印度北方幫的路燈上 貼了個莫迪 掛在路燈上也 我說 掉路燈自願已死 路透秀 也就是 烏克蘭人開始被西班牙驱逐出境 以彌補烏克蘭武裝部隊的損失 瓦西里在西班牙的 托雷維耶哈市生活了22年 他在一家互聯網提供商工作 但是之前沒有獲得公民身份 只是每5年申請一次拘留許可 西班牙當局在發現了他的逗留條件 存在違規行為後 將其遣返烏克蘭 很快就被烏克蘭征兵辦的人接收 被送完了酷皮楊斯科參戰 只說 润 润往西邊的烏克蘭人 確實不如润往東邊的 這個台灣Vtuber 國姓爺Vtuber 反親父名系的 Vtuber我真浮了 那這是昨天還是前天 貓爪貓爪更新的 視頻里的截圖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寫文小說 就照著那個百年孤獨寫 那什麼 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 什麼白鎖成會想起 那個免貢帶他去昆明 學習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那寫個什麼五十年孤獨 我這這個真的有點牛逼 我真的覺得要是有人去 稍微理一理那個歷史 然後把它寫成改編成小說 我覺得真的還挺有意思 可以 然後終於把它圖清完了 看一眼洪幻那邊 他是今天一個人嗎 他在整什麼活兒 因為有一個比較煩的問題就在於 我這文章我又不想念兩遍 但是聽的人太少了 感覺就沒有什麼意義 感覺有點浪費了 畢竟這個稿子還是寫了挺長時間的 說他那邊可以的話 要不然我跑他那去念吧 看他在幹嘛 在看隊友人 這不是那個嗎 好像剛 他好像剛好放完 是不是我之前轉過的那個 伊朗的那個 圖册了還行 我之前轉發過一個那個 伊朗的那個叫什麼 他們那個什麼館 就一個專門玩cosplay的 對 那個怎麼說呢 其實是這樣的 就關於忍者 就忍者這個東西吧 就你現在所有的 自稱自己是忍者的人 他都不是忍者 因為 忍者這套所謂 被稱之為忍術的武術 本質上是在江戶時期的一些小說 以那些小說為藍本 在 差不多名字的時候 然後有人去再創造的 就實際上是沒有真正意義上作為忍術存在的武術的 他都不是藝術化的 他不是藝術化的 這麼簡單 他是 作為武術存在的人數 他本身就是沒有流傳下來的 就 那種所謂的什麼 比如說火盾 火盾的作為那個叫什麼 其實就是去放一把火 然後去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然後自己趁機離開 就這麼一個東西 就這種東西的話 它是 你可以認為它是 在戰國時代有人這麼用 但是 沒有一套真正專門屬於忍者的武術 就是什麼 不論是你是用什麼手裡劍 還是用那個短刀 還是用那個链夹 還是用那個 就链刀帶鎖链的那個 就是這些東西都不是戰國時代的東西 它都是在江戶時代 開始有人把一些自己對忍術的理解 然後拿來再創作的一個東西 就 他甚至都不是情報人員 因為 就大部分的忍者 他其實不是去大家想的那樣 作為縣人 或者說作為特工什麼的 其實那個只是忍者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一大部分忍者 其實就是相當於國人眾 就是那種僱傭兵 然後他們擅長幹的事情 就是滲透作戰 或者說伏擊 也就這樣了 其實就是僱傭兵 說白了就是僱傭兵 然後只有極少數 是作為那種 就什麼的 縣人啊什麼的 也不算瓦格納吧 就因為 當時日本的情況就是 整個生產秩序被破壞之後 很多人吃不上飯 然後最後就沒辦法 你只能去當僱傭兵 對 其實就相當於是混混那種感覺 所以 在戰國時代的時候 忍者是一種 就非常不入流的 相當於武裝組織 但是在 江戶時代 是被 主要是有一些傳說 就像最出名的那個 什麼瘋魔小太郎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福布半丈 這兩個都是 福布半丈是不存在的一個人 然後瘋魔小太郎是 他有一個名字跟他很像的 就那個 叫啥也忘了 他們確實有個那個瘋魔仲 然後是作為 但是那個瘋魔仲本質上是 家丁 他的本質其實是家丁 但也不是專門去搞那種 什麼刺殺或者說什麼 就只是一幫 戰鬥力比較強的人而已 但是因為那幫人戰鬥力很強 而且再加上那個 瘋魔仲的 頭領 好像傳聞是一個 什麼 身高有多高 反正 反正不是一米九就是兩米那種 就特別 特別壯 到一個人 他是那個瘋魔小太郎的原型 也是那個瘋狼 就瘋狼裡不是那個 義父 叫那個巨蕭 他應該也是參考了那個 就同一個原型 瘋魔仲的首領 叫啥我忘了 他就叫蕭嗎 不是吧 我說那個 之狼那個叫蕭 我知道 但那個人不是 那個叫瘋魔神嗎 反正忍者的形象也是變化了 挺多次了 因為在那個江戶和明智出的時候 忍者形象也是一個慢慢從 武俠 然後走向了 開始可以甩法術 然後就就越來越魔幻 然後到了後來 就那個二戰之後 發現那個 就美國人挺喜歡這玩意兒的 就是西方人很喜歡這玩意兒 他們就強調更多的強調那個 忍者的 也很 就包括早期在江戶時代的忍者 也沒有專門的夜行衣 然後是在後來才給忍者穿那種 現在大家常見那種黑色的夜行衣 然後武器也是一開始那個 像那個苦無 苦無的那個東西 它本身不是一種武器 那個苦無是拿來 一方面可以當個小鏟子 可以鏟土 然後一方面你可以當匕首用 然後還有你可以拿苦無去做那個登山稿 就是插到那個岩石的縫隙裡面 你看那苦無後面不是有一個那個把手和那個環嗎 那個環是拿來計繩索的 你可以當成一個簡易的勾爪用 就它的名字就 就苦無的名字的來歷就是 叫什麼 有點叫什麼 讓你解決你的很多苦惱的意思 就有這麼一個意思 它其實就是一個類似於 有一點點那種瑞士軍刀感覺的一種東西 就你可以拿它幹很多事情 對它作為武器其實不好用 但是你就現在被那個藝術加工之後 這苦無就變成了忍者的主要兵器之一 苦無很貴 我不知道 估計吧 因為那個畢竟是純鐵的 而且你要專門打造成那個形狀 也不是特別好打 忍者等於尋靈克還行 也不是 你可以真的硬要對標的話 忍者應該就是ROG 就是遊蕩者 沒有太大的區別 對其實就是ROG 因為忍者確實也會用弓箭 就它戰鬥能力不是很行 但是 但它確實是一個戰鬥職 我覺得 嗯 可以 感覺 再看一下 可以吧 阿特的下 紅幻 紅幻沒反應 我吵 十一個小時 還有多少觀眾 還有五百 之前 忍者的氣也是因為武俠火了 加了還行 反正是這樣的 就它縫了很多東西 就到了後面就 大家喜歡啥 它就加啥 就本質上就是個 在後面是一個流行文化符號了 就跟那個叫什麼 早期的蝙蝠俠一樣 就你看早期蝙蝠俠其實也是 就是 就什麼火它就縫什麼進去 就亂七八糟的都有 有點糾結讀不讀這文章 還是讀吧 嗯 稍微 查克拉不是它編的 查克拉是印度教裡的東西 就查克拉不是火影編的 呃 看一下 這一篇 其實之後都可以做成視頻 就做成系列視頻了 這是之前 呃 怎麼說呢 呃 也不叫水吧 反正就寫了一篇 關於 土耳其 的 其實 不只是土耳其共和國 包括奧斯曼帝國末期 或說整個奧斯曼 就是土耳其 為什麼 就他們的一個 思想流變吧 算是 和一些政治方面的 演變 的一篇文章 呃 標題就是 叫 站在十字路口 的土耳其 就 因為不僅是那個 不僅是說他們的地理位置 是作為歐亞大陸 連接橋 或者然後他上通 東歐 下通 非洲 在地理上作為一個十字路口 而另一方面也是指他們現在 在土耳其共和國的情況 確實也是 類似 站在十字路口 要不要把文章貼出來 算了 其實有一部分是大綱 我當時也是念念的 還是不貼了 就直接念吧 其實與世界上眾多文明國家相比的話 奥斯曼土耳其 其實是非常年輕的 就他是在1299年 然後宣布獨立 因為當時是 呃他看中1299年 剛好是 伊斯蘭利的699年 然後你他在這一年 建國 就當時奥斯曼一世 故意選擇了這一年 宣布獨立 然後也是剛好從1299年 邁入1300年 然後伊斯蘭利也是在那一年 從699年邁向第700年 都是兩個整百 而他認為這是非常有象征意義的 然後但另一方面 雖然奥斯曼土耳其 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文明 他是在中世紀的末期 就是對於西方來說是中世紀的末期 而對於中國的話 當時都已經是元朝的末期了 他才建立的一個國家 但是作為一個君主制王朝 奥斯曼帝國的時間跨度又非常的漫長 他是在1918年或者說1919年 才相當於被解散 長達600多年的一個時間跨度 是在人類歷史上是可以說是非常漫長的 也就在公元後應該是僅次於東羅馬 就相當於這麼一種 他開端雖然晚 但是他持續時間又非常的長 就這麼一種矛盾 造就了奥斯曼土耳其的 非常獨特的一些文化特點 而他一方面奥斯曼帝國 他早期起家是一個土庫曼的部落 然後是臣服於當時的羅姆蘇丹國 然後來羅姆蘇丹國內亂 然後他是乘世獨立 然後作為一個遊牧部落起家的 然後他在當時是奉行了一種 拿來主義的態度 在安納托利亞這塊相當於一個 東西方交界的地方 他吸收了大量的東羅馬的一些文化 然後實現了從遊牧社會 向封建社會的一個快速轉型 然後另一方面 奥斯曼作為塞爾駐帝國之後 西亞地區伊斯蘭文明的繼任者 或者說繼任者之一 他是具有非常鮮明的伊斯蘭特性 但由於奥斯曼一世在建國的初期 就得到了蘇菲主義的拜克塔什教團的大力幫助 再加上當時部落政治 以及東羅馬文化 還有伊斯蘭教這三者之間的矛盾 而使得奥斯曼統治者最終選擇了 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蘇菲主義 用來調和上述三種文化之間的矛盾 這也深刻影響了就是土耳其的歷史 就遲至今日 蘇菲主義都是對土耳其影響非常深遠的 在奥斯曼帝國瓦解之後 然後土耳其共和國又在凱莫爾的領導下 作為中東地區的改革先鋒走向了去伊斯蘭化 全面西方化的道路 並在改革初期獲得了較好的效果 開闢了被人們稱之為土耳其模式的發展道路 但在進入了21世紀之後 土耳其的經濟增速明顯放緩 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開始凸顯 使得更多的中下層的人群 開始更加青睞 和平民主義相結合的伊斯蘭主義 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埃爾多安 而成為了土耳其新的代表的埃爾多安 也帶領著土耳其走上了百年未有之大便局的十字路口 就是為什麼這篇文章我都取的名字叫 《站在十字路口的土耳其》 然後就是回到奧斯曼帝國 隨著1258年蒙古帝國西征摧毀了 盤踞在伊朗的花辣子摩 並正式滅亡了苟延殘喘的阿巴斯王朝 伊斯蘭世界的中心也開始向西邊轉移到了阿納托利亞 趁著羅姆苏丹國的內亂 然後奧斯曼一世帶領著 從黎凡特逃離而來的流民和自己的部落的牧民 以盛戰士加齐的頭銜 建立了奧斯曼帝國的雏形 雖然奧斯曼帝國的核心統治集團有著遊牧背景 但是在奧斯曼一世建國的時候 許多遊牧部落的習俗 例如隨著季節性的轉移牧場 這些習俗已經被拋棄 部落字的典型的血緣紐帶 也被伊斯蘭教參與加渣聖戰的共同體意識取代掉了 加渣和一般所說的吉哈德是不同的 雖然中文都翻譯成了聖戰 但是加渣更加強調的是集團截略 可以認為這是遊牧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其實在當時的奧斯曼人並不喜歡被稱呼為土耳其人 或者說也不喜歡被稱為突厥人 因為這是當時歐洲阿拉伯和波斯人 對於生活在小亞西亞地區的有牧部落的統稱 而這些部落並沒有真正的形成一個統一體 所以說Turk這個詞是對於一群人的一個泛化的稱呼 和現在意義上的民族是不相同的 而奧斯曼人稱呼自己的國家為偉大的國家 或者說叫什麼地上天國 然後稱呼自己是奧斯曼人 然後奧斯曼人他們說土耳其人的時候 是指的那些居住在邊緣區域的不開化的部落民 呃加渣是聖戰 加齊是聖戰士 呃 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在1600年左右 也是當時它的幅源差不多是最遼闊的時候 境內有大概三千到三千五百萬人 而這人口其實不是特別多 相不叫它的領土面積來說 然後當時的統治者是推行了宗教寬容的政策 因此境內有著非常多元的文化 這一點也可以從奧斯曼君主的稱號中看出 帶有伊斯蘭油木色彩的加齊的稱號 以及在中東地區有很常見的蘇丹這個稱號 還有來自波斯地區的帕迪沙的稱號 還有在中亞草原相關的可汗這個稱號 以及在16世紀征服了埃及之後 獲得了伊斯蘭領袖頭銜哈里發的稱號 從這一點表面現象可以看出 奧斯曼帝國是非常複雜的文化聚合體 研究奧斯曼帝國的入名學者 哈利勒·伊納爾·哲克打過一個比方 他說奧斯曼帝國就像是一把傘 下面罩著一群有著不同文化傳統的族群 以及刺激政治體 奧斯曼作為一把傘 蘇丹就是那個閃尖 維持著帝國需要的是對蘇丹的忠誠 作為一個多元一體的傳統大帝國 由於地理因素和科技水平的限制 奧斯曼帝國很多時候需要通過包穗制等 間接統治的方式維持國家運轉 在征服了拜占庭帝國的疆域之後 奧斯曼帝國迅速吸收了拜占庭帝國的官僚系統和東正教文化 也保留了相當一部分原本的非穆斯林統治階級 關於奧斯曼帝國境內有多少非穆斯林人口的問題 目前學界仍然有爭論 但是大約是在20%到40%這個區間 而這些人大部分分布在帝國的巴爾干行省 為了從如此龐大的人口中獲得人力資源 蘇丹發明了德米舍眉制度 德米舍眉制度培養出來的人被稱為卡皮庫魯 也就是宮廷奴隸的意思 這種制度會選拔來自巴爾干基督教農村地區的 10到15歲的青少年 將他們帶到遠離家鄉的總督府 乃至蘇丹的宮廷中長期培養 他們中的大部分會成為職業軍人 加入到被稱為新軍的禁衛軍中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耶尼切里和禁衛西帕西 少部分這些卡皮庫魯會成為職業管理 然後為蘇丹服務 另一方面 蘇丹本人沒有真正法律意義上的婚姻 他的後宮由大量來源不同的女性奴隸組成 像蘇萊曼大帝和許雷姆蘇丹正式結婚的情況是非常罕見的 然後這兩種不同意義上的奴隸制也能深刻地反映出 部落文化對於奧斯曼帝國的深深烙印 奧斯曼帝國給人們留下了眾多的謎團 關於他的衰落 一般理解認為是西方靠著民族主義和工業化崛起 奧斯曼沒有跟上步伐 最終成為了西亞病夫 被歐洲打敗 但事實上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並不完全是歐洲發起衝擊 奧斯曼被動回應這麼一個過程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 1792年奧斯曼與奧地利和沙俄簽署了亞西條約 1798年法國入侵了埃及 然後奧斯曼帝國被迫和法國宣戰 然後當時的蘇丹也就是塞里姆三世 他其實是一直想進行改革的 但是因為一直常年和歐洲各國有戰事 使得他一直沒有機會 一直到1804年就和法國交好 然後並且從法國學習了很多當時比較先進的制度和法律各方面的思想 然後所以塞里姆三世開始了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可以認為是第一次的西化改革 從內政上他首先改組了帝國的國務會議 規定一切重要的決議均需通過他所領導的改革委員會討論 並且制定了新的行政法規 然後鼓勵辦民辦學校 然後提倡發展出出版社 並且改革軍事才藝 收為國有 改為國家土地 並代之以包租稅 包租制度 在外交方面 他在英法德澳等主要歐洲國家設立了正規的大使館 然後並且開始籌辦新軍 最初1792年他就開始籌辦新軍 但規模只有600人 到了1804年與法國交好之後 他聘請了很多法國的教官 仿效歐洲的軍制 組建了忠於蘇丹的新的常備軍 在1807年 新軍的人數擴充到了3萬人 這強烈的觸動了舊的地主階級 和舊的軍事貴族階級 然後在1806年的時候 奧斯曼和沙俄就爆發了第七次俄土戰爭 然後當時這個新軍也是被調往了俄土前線 然後在 結果在蹭著那個新軍的指揮官 巴拉克塔爾穆斯塔法帕夏 在前線作戰的時候 然後後方的耶尼切里發動了叛變 然後罷免了塞里姆三世 而擁立他的弟弟穆斯塔法四世 然後但是後來1808年俄土停戰 那個新軍的指揮官 穆斯塔法帕夏 回到了伊斯坦布爾 並且是帶著軍隊回來了 要求讓塞里姆三世附位 然後穆斯塔法四世蘇丹 他為了自保 然後下令殺了當時擁有繼承權的塞里姆三世 和他的弟弟馬哈茂德二世 就他認為只要把這兩個人都殺了 他自己是唯一的合法繼承蘇丹位置的人 所以穆斯塔法帕夏就沒有辦法廢除他 結果人算不如天算 他派出去殺掉那兩個人的殺手 雖然殺掉了塞里姆三世 但是馬哈茂德二世沒有死 他被自己的一個侍女給保護了 當時是就有歷史學家去考證 認為是一名格魯基亞籍的宮女 聽聞了皇宮裡要殺害馬哈茂德二世 以及當時他們先去把塞里姆三世殺了 然後他聽到了宮內的騷動之後 去蒐集了一些灰塵 然後等刺客來到馬哈茂德二世在的宮殿的時候 他把灰塵扔到了行刺者的臉上 然後讓馬哈茂德二世跳窗逃亡 然後並且他用馬哈茂德二世跳窗之後 而跑到了宮殿的那個宮殿的頂部 跑到了第三庭院的屋頂 那裡的侍卫發現了他 然後他們合力用脫下自己的衣服 打成了那個繩結 然後讓馬哈茂德二世從那下面 從用那個繩結跑了下去 然後這件事情還為了表彰 那個這些人的勇敢 還將後宮黃金大道上的一條石階梯 稱之為斯福利卡爾法之街 然後在這麼一趟宮廷鬥爭之後 然後那個穆斯塔法帕夏 就那個新軍指揮官 回來想要廢掉那個穆斯塔法四世蘇丹 然後正當穆斯塔法四世認為自己已經穩了的時候 然後那個馬哈茂德二世跑了出來 然後穆斯塔法四世就傻眼了 就沒有辦法了 他也被就被廢掉了 然後就這個新軍的指揮官就擁立馬哈茂德二世成為了蘇丹 然後這個馬哈茂德二世也是繼續推行西化改革 然後並且到了1826年 他當時是爆發了希臘獨立戰爭 然後馬哈茂德二世借助埃及的軍隊 鎮壓了那個希臘人 暫時鎮壓了希臘的起義 然後他就想借著在希臘的大盛 然後作為一個契機繼續進行軍隊改革 然後在1826年5月 馬哈茂德二世下令組建新軍 然後從51個耶尼切里的軍團中 各抽掉150人去參加新軍的訓練 這直接就相當於拿耶尼切里開刀 然後耶尼切里就密謀造反 然後在6月12日開始 就那些耶尼切里就開始籌劃冰變 然後在第二天的晚上就冰變爆發 然後就本來應該參加訓練的這些耶尼切里 衝進了伊斯坦布爾城 而縱火搶劫 並且宣稱不再尊奉蘇丹的號令 不管是否被抽掉進入新軍 越來越多的耶尼切里士兵加入了叛軍 準備包圍皇宮 然後但是馬哈茂德二世也早有準備 他立刻召集了軍隊評判 召集來的也就是他之前的組建的新軍 和耶尼切里就是在伊斯坦布爾交火 但耶尼切里這個時候早就已經腐化了 根本沒有什麼戰鬥力 所以很快就被新軍鎮壓 然後在鎮壓了耶尼切里之後 馬哈茂德二世下令解散了耶尼切里 並且逮捕了幾千人 還有大概兩萬人被逐出了伊斯坦布爾 然後他還宣布成立新軍 將新軍的名字改為了穆罕默德常盛軍 並且解散了和之前耶尼切里 關系密切的拜克塔什教團 然後剝奪了奧斯曼境內 烏里馬階層的經濟獨立權 這就是讓他們 就取消了他們收那個天科的資格 然後改為由那個帝國政府 給他們發俸禄 然後在他之後的1839年到1876年間 他的奧斯曼帝國又進行了 被稱為坦治邁特的改革 也是哈密德二世 坦治邁特改革本質上也是 效仿西方國家推行憲政制度 並且通過與國內所有 給所有人公民權 從而塑造統一的奧斯曼國家認同 來取代原本各地本土的認同 這種平權主義的改革理念 被稱之為奧斯曼主義 不論族群不論教派 在奧斯曼國民這個公民身份的意義上 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這個努力方向可以視為奧斯曼 向近代西歐式的民族國家 進行轉變的嘗試 但是很遗憾的是這種嘗試失敗了 1855年 奧斯曼廢除了宗教税 改為了代服役稅 也就是說在當時改革之前 穆斯林是不用交稅 就是不用交宗教稅 但是需要服役 而非穆斯林不需要服役 或者說不能去當兵 但是他們需要交宗教稅 但是現在改革之後 改為了取消宗教稅 穆斯林依舊不用交稅 但是需要服役 而非穆斯林改為了不需要 要交宗教稅 讓非穆斯林也能去當兵 就理論上非穆斯林也應該服役 但是非穆斯林可以選擇 交一個代服役稅 這樣非穆斯林就不用去服役了 也說相當於讓穆斯林 失去了武力壟斷權 然後還失去了可以交錢 去抵消當兵的這麼一個權利 就這麼一來一去相當於 非穆斯林學傳 然後另一方面 阿斯曼帝國境內大量新辦的西式學校 等一下 你看貓跑進來了 在坦治邁特改革時期 當時奧斯曼帝國國內新辦了很多西式學校 然後這些學校都是和歐洲合辦的 比如說是歐洲那邊的人出人 然後奧斯曼這邊出錢 但是歐洲那邊辦學校的時候 往往是設立在非穆斯林的社區 在1856年 整個奧斯曼只有60所這種世俗小學 然後學生只有3370人 到了11年之後 學校增加到了1.1萬所 然後到了1895年 也就是39年後 學校的數量增加到了2.9萬所 然後學生人數男生64萬 女生24萬 但是就像剛才說到的 這些學校大部分是設立在了非穆斯林的社區 並且由於當時奧斯曼政府的改革 希臘就需求大量的這種世俗人才 但是事實上就是需求了大量的非穆斯林人才 這讓帝國境內的穆斯林感到更加的不平衡了 這也是為什麼奧斯曼主義沒有能夠阻止帝國的分崩離析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國內這種不平衡的交往過正 以及他這麼操作之後導致的國內的民族主義興起 再加上外部列強的干預 由於奧斯曼這個概念本來就是來自於領導人的名字 並且奧斯曼統治階層的生活 與底層百姓高度分離 所以奧斯曼主義本質上只是對西歐民族主義的拙劣模仿 他並不能真正的將國家凝聚起來 另一方面構建超越民族的國家認同的內核是集體主義 但是奧斯曼效仿的憲政制度 它的內核是個人主義 所以說奧斯曼主義是集體主義 而憲政制度是個人主義 這兩項大的改革 在方向上就是相互抵消的 再加上多次對外戰爭的失敗 然後巴爾干地區紛紛以民族國家的形式獨立 刺激了帝國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興起 隨奧斯曼主義徹底走向了失敗 嗯 這種整合的嘗試的失敗 也使得當時奧斯曼國內的說土耳其語的人 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身份 也開始構建屬於自己的民族認同 然後當時的土耳其人去 因為他們當時在搞西化改革嘛 所以很自然的去接觸和學習了很多西方人的東西 然後其實土耳其這個詞可以認為是他們在西方人關於東方的著作中再次發現的這麼一個詞 因為他們之前講過他們自稱不是土耳其人 他們自稱是奧斯曼人 而西方人對於奧斯曼的描述材料又是來自於中國和阿拉伯的歷史書 也就是說對於奧斯曼人來說 他們是通過西方的知識體系來了解和塑造了自身 並且這一點可以在後來的土耳其思想家的敘述中很容易的了解到 在現代土耳其共和國他們選擇了土耳其作為國民的時候 政治精英也強調 歐洲人長期以來就是這麼稱呼他們的 並且歐洲人長期稱呼奧斯曼帝國叫做土耳其帝國 這種認知與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後 國父凱默爾推行的西方化政策是一脈相承的 坎默爾作為奧斯曼帝國時期在歐洲訪問學習 並在德國的幫助下擊退了英國入侵的戰爭英雄 他深刻體會了當時西方工業文明的先進性 並認為西方化是當時唯一的現代化模式 於是他推行了被稱為坎默爾主義的激進改革政策 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之前坦茲麦特改革 以及土耳其青年黨的改革的延續 其中包括了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 國家主義、世俗主義和改革主義這六項原則 這六項原則也從政治、經濟、宗教、思想等方面 對土耳其國家進行了規定 整體上來說是一個涉及發展各個方面的全面綱領 內涵可以概括為第一,推進積極和激進的世俗主義 廢除哈里伐,實行政教分離 並允許軍隊以保護憲法的名義發動政變 防止政教合一 這也為後來軍隊數次干政提供了合法性 第二,確立以民族主義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和主流意識形態 但土耳其這個模糊不清的民族定義 也引發了後來的庫爾德問題 第三,實行國家主義經濟政策 主要依靠國家政策干預 實行進口替代的政策 發展國有經濟 推動工業化 實現國有化 第四,激進的西方化傾向 凱末爾將歐洲發達國家作為現代文明的典範 大張旗鼓的改革旧傳統 試圖割斷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聯繫 並且大力推行土耳其語 希望以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取代宗教認同 鞏固世俗共和政權 對,說這一點 之前那個狗惠惠 她說那個凱末爾沒有那麼極端 其實是 她說那個理由是投金法 也是禁止女性戴投金的那條法律 不是凱末爾弄的 確實不是凱末爾弄的 那個是軍政府在1980年代 就是搞出來的 但是凱末爾 她是在她那個她執政期間推行了一個叫帽子法 也就是禁止那個土耳其的男性在公共場合戴那個紅色那個小帽子 那個小帽子有個名字叫菲茲 就是菲茲帽 是禁止戴那個帽子的 所以就之前那個 就狗惠惠講這個的時候是講錯了 所以凱末爾是一個非常激進的 因為她有個原因在於什麼 在於其實她之前是土耳其青年黨的人 然後土耳其青年黨就是一個推崇西化改革的 但是凱末爾認為 土耳其青年黨失敗的原因就是不夠西化 所以說你可以認為凱末爾是某種意義上提存之後的產物 就她的思想 然後在凱末爾主義和強人政治的領導下 土耳其實現了從傳統君主制向現代威權主義政治的轉變 在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而這種發展方式也被總結為了土耳其模式 在後來的中東世界受到推崇 像伊朗的黎薩漢也就是凱末爾的謎弟 然後像埃及的納塞爾 某種程度上他也是凱末爾的效仿者 但是土耳其模式隨著歷史的發展也在不斷的豐富著自身的內涵 從二戰後開始 隨著土耳其投向美西方陣營 民主化進程開始推進 在1946年土耳其解除了黨禁 從一黨制轉變為了多黨制 啟動了競爭性的選舉 從此土耳其模式也增加了民主這一新的理念 而共和國早期對於伊斯蘭教的打壓 在這時也形成了激烈的反彈 其表象就是伊斯蘭主義者以政黨的方式參與到了國家政治中 並且伊斯蘭主義者的政黨在議會鬥爭中屢次獲勝 但也都會遭到軍隊以保護憲法的名義進行政變 最終草草收場 土耳其模式的另一個顯著特點 就是軍隊以軍隊互助基金會這麼一個組織作為抓手 也就是簡稱軍互會 以軍互會為抓手深入參與到了國家經濟建設當中 軍隊參與到經濟中在中東並不少見 但大多數國家的軍隊是利用軍隊的職權 從事非正規乃至非法的行為 從而為自身獲利 而土耳其軍隊則基本只參與了正規行業 因為在當時 土耳其軍隊對於商人的那種 商人的那種謀取暴力或者說 就未建立妄議的行為是非常鄙夷的 所以他們是沒有參與到非正規和非法的行業中 他們都是走的正規行業 而這種你可以認為 某種程度上是道德洁癖 也是推動了土耳其早期的建設 而土耳其早期的建設的大方向是走進口替代 也就是承接當時歐洲的產業轉移 然後到了後面 就是土耳其的軍互會 軍互會也參與到了工業的金融自由化的過程當中 他都在不論是早期的建設還是後來的建設 軍互會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並且隨著1961年政變 軍隊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力 形成了事實上的軍隊和工業的利益集團 軍互會主導了政策 然後將大量的國家資源投入到了工業建設當中 而忽視了農業和農村 這使得雖然土耳其的整個國家經濟在增長 但農村不但沒有獲得好處 反而因為物價上漲 使得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感謝Radioactive1969的SC 所以我認為艾爾多安不抽象 他是一個近代摩世的領袖 之後會講到他 現在還在講後凱默爾時代 這也是軍互會體系忽視了農村 並且軍隊在政治上打壓了伊斯蘭主義者 比如說在經濟上弱勢的農民和在政治上弱勢的伊斯蘭主義者 他們河流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 而這股力量最終的結果就是正義與發展黨 以及他的代表人物雷杰普·艾爾多安 其實早在1984年 而是不對1986年 艾爾多安是作為當時 他是走的伊斯坦布爾的那個學校的學生會會長 然後以此為契機走向參政 然後在1984年是當的學生會會長吧 而1986年是當的那個參加了當時繁榮黨 繁榮黨的一個支部的主席 然後在1990年 忘了 然後是當了伊斯坦布爾那個區的主席 然後並且在1994年 艾爾多安是擔任了伊斯坦布爾市的市長 然後他是當時重點打擊腐敗 然後並且翻新基建 就以這兩招 然後為主 然後使當時伊斯坦布爾 常年虧空的那個市政財政 然後扭虧為贏 所以他在伊斯坦布爾獲得了大量的聲望 然後但是在1997年 就他應該是在1996年 當時他是繁榮黨的主席了吧 我記得 但是在1997年軍隊的干涉下 然後艾爾多安所在的那個繁榮黨被取締了 並且要在憲法裡添加了禁止 艾爾多安去當總理的那麼一個 專門針對他的一個條款 而當世紀之交 當土耳其面對了經濟危機的時候 人們又想起了艾爾多安 因為畢竟他是以 在伊斯坦布爾的非常好的執政的成績 被大家記住 所以在2002年 當時的大選 也就是那個 正義與發展黨 獲得了 34.5%的選票 然後當時的那個 政發黨的主席是阿卜都拉居爾 然後他是出任總理 然後他當了總理之後 是修改了憲法 取消了針對艾爾多安的那條禁令 並在一年之後 讓位給了艾爾多安 然後在艾爾多安當任總理之後 他繼續採取了 以公代正的手段 使得土耳其的經濟 迎來了新一輪的大發展 但是這也同時使得 在2002年到2012年這十年間 土耳其政府的債務 從6億美元 增加到了580億美元 2007年 軍隊搞過一次事情 他們要求那個 當時的阿卜都拉居爾 退出總統的選舉 但是最終沒有成功 這件事情也標誌著 土耳其軍隊勢力的衰落 2013年 艾爾多安宣布撤銷了 投金禁令 也說允許那個女性在公共場合 還有那個叫什麼 政府辦公場合 都可以佩戴投金 然後並且在2014年 他轉任了 由選民直選的實權總統 然後就相當於在 相當於在政法黨時代 土耳其的政教關係 是不停的遭到 保守伊斯蘭主義的 這麼一個嗜水式的挑戰 然後傳統的凯默爾主義 唯一代表的土耳其模式 漸漸被修改為了 埃爾多安式的土耳其主義 早在2011年 埃爾多安當時訪問埃及的時候 就說過 土耳其的世俗主義 是作為治理國家的穆斯林 能夠與所有的信教者 保持相同的距離 然後世俗主義不應該是宗教的敵人 這種轉變表現出了 土耳其當政者的一種 新的世俗主義的態度 他們 埃爾多安堅持國家的世俗性質 但又摒棄了激進的世俗主義 轉變為了一種消極的世俗主義 另外 發展民主政治 限制軍隊權力 逐步改變了軍隊監國和文人執政的 這麼一個治理格局 也是政法黨積極推進的發展方向 作為回應 2016年 軍隊發起了針對埃爾多安的武裝政變 但最終結果失敗 這場失敗的政變 徹底終結了軍方在土耳其政壇的主導地位 並在第二年 也就是2017年 埃爾多安通過了公投 正式將土耳其政體 轉換為了總統制 並且在2020年 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 廢除了1934年 內閣會議 做出的 將聖索菲亚清真寺 改為博物館的決定 從此 聖索菲亚大教堂 再次以清真寺的面貌 向世人開放 這也標誌著 伊斯蘭主義在土耳其的全面復甦 自土耳其共和國建立起 就一直 效仿歐洲進行現代化的建設 在歐盟成立以後 土耳其更是積極尋求加入歐盟 但是在蘇聯解體之後 歐洲面臨的軍事壓力突然消失 土耳其作為牽制北方軍事力量的作用 也就不再重要 另一方面 東歐國家陸續加入歐盟 為歐盟提供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廉價勞動力 土耳其對於歐盟的經濟價值也大大下降 並且在冷戰之後 希臘和土耳其的矛盾也重新被擺上了檯面 土耳其想要加入歐盟就必須得到希臘的同意 因此 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 作為應對 強調伊斯蘭主義屬性的蒸發黨也開始了向東看的戰略 從面向歐洲的凱莫爾主義 漸漸變為了東西並進的新奧斯曼主義 這種策略的具體表現就在於2011年阿拉伯之村的運動當中 土耳其廣泛參與了干涉各國的政局 在利比亞、敘利亞內戰中更是直接派出了軍事力量參與作戰 他們當時的打算是在當地扶持清土耳其的政權 在擴張自身影響力的同時 也解決土耳其常年困擾的能源問題 因為土耳其有90%的能源都是需要進口 而利比亞和敘利亞都有豐富的石油產出 所以這是一個對於土耳其來說是一箭雙雕的策略 並且由於利益訴求的不同 在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干涉戰爭中 土耳其都站在了和西方各國不同的一側 這也使得西方國家與土耳其的關係開始漸漸疏遠 並且美國就拒絕出售先進的軍事技術給土耳其 具體來說就是F-16吧 F-16戰鬥機 然後應該是轉讓F-16戰鬥機的生產線 我記得是 然後處於戰爭中的土耳其 因為對於軍事裝備的需求 就開始從西方無法得到先進裝備 他就開始尋求與俄羅斯接觸 並且達成了購買S-400防空系統的協議 而這一舉動引起了北約主導者美國的強烈反反應 並對土耳其進行了經濟制裁 美國總統特朗普更是揚言要摧毀土耳其經濟 而面對制裁外資迅速逃離了土耳其 使得土耳其通貨膨脹嚴重 但是二端政府並沒有退讓 而是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並限制外資出逃 而這一系列措施最著名的就是降息 雖然降息確實對於通貨膨脹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但是它在限制外資出逃的方面 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也使得土耳其中產階層遭受了嚴重打擊 國內貧富分化也就加劇 而在2022年俄乌衝突爆發 能源進口嚴重依賴進口的土耳其 也受到了劇烈的衝擊 阿爾多安政府繼續它的降息策略 引起了國內恐慌性的消費 土耳其出現了 GDP年增長5.6%的同時 流失了30萬年輕人的獨特情況 然後為了緩解國內的能源危機 然後阿爾多安也在2022年與周邊各個能源產出國 比如說俄羅斯還有沙特都簽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協議 而在2023年土耳其大選 阿爾多安再次以較大的優勢獲得了連任 也是5%的優勢 而就算是以他的反對的對手 也就是以民族主義和世俗倾向聞名的 凱莫爾·基利克達羅格魯 他也主張女性有佩戴頭巾的權利 從此也可以看出由凱莫爾發起的 持續了接近100年的激進世俗化 基本上已經宣告了落幕 自奧斯曼帝國面對西方崛起的挑戰起 圍繞如何復興和富強 大致有兩種思路 一種是西方化和的世俗主義 另一種是本土化的伊斯蘭主義 奧斯曼帝國進行的坦治麥特改革和土耳其青年黨的改革 是不徹底的西化 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的坎莫爾主義 選擇的是走徹底的西方化和世俗化 而如今執政的政法黨以及埃爾多安 選擇將土耳其重新帶回伊斯蘭主義的道路 這到底是世俗化還是伊斯蘭主義 到底是向西看還是向東看 還是東西並重 是將力量收縮專心治理國內 還是積極的對外繼續投射影響力 這些選擇都將成為土耳其未來發展的關鍵 而土耳其將做出怎樣的選擇 土耳其模式能否繼續擴展自身的內涵 取得更多的成功 這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調查的 所以說這就是這篇文章 就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土耳其 就是比較簡單的梳理了一下 就土耳其的一個近代的發展的歷程吧 可以這麼說 也可以就從這篇短短的文章也能感受到 土耳其是一個非常糾結的國家 他只能用糾結來形容 就包括他們自己其實可能都還沒有想好 就是自己未來的道路 這是表現出就什麼 像包括埃爾多安 他也是 因為他自己是伊斯坦布爾的小商人出身 所以帶有一種很典型的小商人的那種狡猾 和小商人的那種怎麼說呢 就是可以說是短視吧 就是他更注重眼前的利益 然後但這個就搞得 就是一方面就是他理論上應該推行的是 所謂的新奥斯曼主義 但另一方面就當他覺得用得到的時候 他又對於那個泛突厥主義其實是並不排斥的 就是這麼一種很糾結的狀態 都沒有彈幕呀 是不是人都跑完了 我看 400個觀眾 都沒有彈幕我看 看QQ私信 我大號復活了 給我個騰訊會議鏈結 等一下 我的大號今天剛解禁 靠 我也不知道之前我到底因爲什麼原因給我封了 封了15天 私信 我沒看到私信啊 radioactive 看到了 終於有人來嘴兩句了 對 感覺確實 稍等稍等 你發了什麼私信 是QQ嗎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應該是Mark吧 Mark你發了什麼 我今天QQ剛解封 稍等一下 笑文要來 發你了 喂 能聽到嗎 能聽到嗎 嗯 我這我先處理一下 我要把電腦 我要那個調一下這個網頁的聲音 等我 等我 這次的話 就我就不像在故夜的直播間那樣 那樣 就是以吹牛逼為乳線 畢竟 故夜的這個直播間 我是要付給他寬帶費 不 你這不用付 你這自己能搞到錢 我就不催你了 啊 嗯 首先那個還是得跟大家說一下啊 姑夜那個直播間被封 還是跟最近的這個社經濟民生的輿論有關系的 我覺得得解釋一下 因為一般人問我 那好 我們介入到一個更加嚴肅的討論中 來討論一下今天的跟土耳其相關的問題 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莫拉你對埃爾多安的這個抽象的經濟政策有什麼看法 呃 怎麼說呢 我覺得在一開始啊 就是我完全沒有太多了解的時候 我就覺得跟就可能跟大部分網友一樣吧 就看個樂 但是當我就去看了一些資料之後 就感覺其實也挺無奈的 就他沒有太多可以選擇的餘地 嗯首先我們先從歷史上來說 歷史上被稱為X亞病夫的只有兩個國家 嗯 對是的 因為受限於這個以歐美都沒有美國人啊 當時美國的話 歷史學界不占主流 以當時的歐洲市對亞洲的解讀啊 包括近東中東遠東這個概念 包括東亞西亞這個中亞南亞北亞這個分割的概念而言 嗯 土耳其跟啊 某個大國一樣 都陷入了一個呃 很麻煩的一個問題 定義權在誰手裡 是的 而我為什麼說涉土耳其的問題 我沒有給你解釋 因為呃 你涉土耳其的問題 當時你問過我 嗯 對吧 就是說包括說能不能幫你找資料 資料我是幫你找的 人我是幫你找的 我甚至幫你找了一下伊斯坦布爾大學的學生 嗯 但是他們要錢啊 咱們就就攤開說 他們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定義權 當如何爭搶定義權的時候 土耳其陷入了一個經典的問題在於什麼呢 人多的那一方是被判定為落後的 就他不他不屬於先進生產力 就人多的那一方他不是先進生產力 嗯 人少的那一方動員能力強的 又不顧及全局利益 嗯 是的 這就打起來了 舉個例子 呃 對於大多數大家能想像的 你的話是有聲音嗎 啊沒事沒事 啊 應該是我應該是我 我關了 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 青年軍軍群體是吧 是這個國家的少數派激進派 但他理論上應該能代表 社會青年的大部分利益 不過在土耳其這個領域 呃這個事兒反而不一定能成立 呃我們還以亞洲的國家為例子 朴正希青年軍官他青年軍官 然後日據時期受過教育 有一定的民族主義傾向啊 但是在這個社會當中也屬於青年精英 呃我們的案例我不舉了 不合適 你再看看土耳其 包括呃大家樂意提的帕夏啊 包括大家樂意提的這個凯茂爾 這兩個東西呃這兩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區別 就是韓在韓國的話 佩正希他能代表當時的呃這個呃 少壯派軍官或者就是一個 有激進民族主義傾向的這個 青年的群體的權益 而凯茂爾他能代表城市里面激進的 青年精英的利益的同時 他沒有辦法代表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啊 信仰伊斯坦宗教的這個窮困青年的支持 就是在土耳其的社會演進運動中 他的下沉相比起呃其他的一些國家而言 他是不徹底的就是你放在整個亞洲來看 無論是從文化的滲透呃 呃基層的教育水平的提高 還是呃基層的待遇的這種提升工作機會的增加而言 他的下沉是不夠徹底的 如果我作為一個土耳其的就是偏向於農村地區 或者偏遠地區的這個青年 我會感覺到什麼呢 我沒有從社會進化 演進的過程當中占到便宜 這是我對土耳其印象當中的一個一個 這個點這個點 而且我一直想不明白 莫拉 嗯 嗯 就是給你倆說沉默了才已經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他他有這麼一個問題 韓國他的怎麼說呢 嗯 你對於像朴正熙這種少壯派 他們的崛起的速度是相當快的 也說相當於嗯 他們是帶有了一定的草根屬性 就因為崛起的快 所以他是從底層直接上來的 但是凱默那幫人他們不是從底層上來的 就嗯 但凱默本人他其實是 但是有相當一部分 他其實是作為一個城市的小資階級 就是起來的 他相當於並不是和農村有什麼聯繫 他直接是從城市裡崛起的 就我覺得這有這麼一個區別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他面對一個跟俄羅斯類似的 就是我們說什麼 就是聖彼得堡在歐洲 但是整個俄羅斯不在 我覺得他就是 翻譯土耳其的話就是 伊斯坦布爾軍坦英堡是歐洲 但是他大部分國土屬於亞洲 我覺得他也面臨這個問題 行 而且就比如說我們 剛剛茅拉讀書也談到了 就是土耳其人這個 稱呼這個認同本身 它其實就是城市 為了效仿網路中 要傳播到一個社會底層 它不是一種從底層自發的 或者它是這種被自發的 一種一種很 其實是一種很新的一種認同 然後我們再接著說 他受到外部的壓力 要重新確定這個國家 就這麼一圈人 就這麼一大片地的定義的時候 他幹出了基本上 大部分國家都做不出的事情 他放棄了自己 國家的定義權 至少對於我一個 因為我之前在 顧業的直播間說過 我有法團主義傾向 我有這個公團主義的傾向 你這個東西 你放到全世界 當時的這個歷史浪潮當中 這個想法是極其惱殘的 民族的定義權 到底由誰來定義 應該是由他自己定義 他自己追尋自己的歷史 至少我們說如果他追尋的話 他說他歷史上最璀璨的時期 什麼奧斯曼帝國 但是土耳其國父在建立自己國家的過程中 奧斯曼這個定義我不要了 為什麼 因為奧斯曼跟伊斯蘭 跟這個過去的這種封建制度掛鉤 他認為這是落後的 我就都不要了 類似的情況我們有沒有出現 有 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甚至想放棄所有的漢字 就直接用拉丁語的文字 還好給攔下來了 那個倒也不是 那個是故意的 就那個是說什麼 就一開始大家說要用白話文 大家不同意 那他說那我們廢除漢字吧 大家說那你還是搞白話文吧 問題就在於 土耳其在這個過程中 這也就意味 這也就印證了你那句話 由於土耳其作為一個霸權崛起的過晚 他沒有很強大的怎麼說呢 定力 如果他真的還會崛起作為一個霸權的話 他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他缺乏定力 他在遇到這種歷史衝擊的過程中 他直接選擇的就是說 誰搶我佔誰 那完了 凱莫爾為什麼凱莫爾現在的這些思想 會遭遇到如此大的衝擊 很簡單 你去TikTok上看極端的 對就是大土耳其 就土耳其版戰狼 我見過 舉著這個土耳其的國旗 喊著政察黨的標語 喊著支持艾爾多安 然後從樓上啪跳到游泳池裡 把那個土耳其 國旗拉出來 一撈出來就說 啊我們的國旗 不如物 就那種激進的氛圍 他為什麼激進這個氛圍 你看到過拍那些視頻的人嗎 就是快手上的精神小伙 受到教育的程度有 但是有限 收入不是那麼的高 就他住進了城裡 但是他的收入沒有那麼的高 古惑仔 然後他又要說他要 他作為一個青年人 他可能在外界的這種工作的機會 因為我說他收入不算特別高 他的社會地位 他的這種 別人都用iPhone了 我用不上 就這種感覺 但是他又接觸到TikTok 他拍視頻 他就展示自己 我戰狼 我牛逼 我熱愛奧斯曼 當然這個奧斯曼 已經不是當初的奧斯曼 有歷史傳承的奧斯曼 他愛的是一個新奧斯曼 他就會陷入這麼一個傾向 為什麼 這種所謂的愛國情懷 背後的根源在於什麼 他認為他愛的國家利益 跟那些所謂的西方化 世俗化 精英化的 持續擁抱西方的 擁抱那套所謂民主制度的 這些精英的利益是分開的 大家做不到一塊去了 我不知道那個馬拉 你有沒有看過就是那個TikTok 還有那種YouTube上的土耳其人 很有意思 他跟印度人不一樣 印度人知道自己在吹牛鼻 但土耳其人真信 因為土耳其歷史上真的有奧斯曼 而且奧斯曼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 至少在近兩百年的影響 是極其深遠的 舉個例子 土耳其的電視劇 那對一大堆宮廷劇 他們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那個很經典的那個劇 就是那個 土耳其不是有那個歷史上 不是有經典那個抽大耳瓜的那個 那個護衛嗎 宮廷護衛 那個劇是個喜劇 他穿越到了現代 路見不平八刀相助 大耳瓜的抽的滿街轉圈 然後結果這個女的告訴你 哎呀我們拍戲呢 你抽人幹啥 那個片段還挺好玩的 那個劇拍了很多 對那個我知道 就類似這樣的電視劇 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是極其深厚的 所以土耳其的內心是什麼 他的近代 他的近代史認同是 拋棄了自己的歷史 拋棄了自己的文化 當然我說這個話可能有點絕對 但是他又想依托這些被拋棄的東西 建立自己的霸權 因為你建立一套霸權 不可能蠢靠打仗 你要找宣稱 對吧 他打仗也沒打贏過 對 現在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他的能 他的現在的國家定義和他的宣稱是衝突的 而他的 由於這種衝突 他自己對於國家的資源的調動 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你提到的阿爾多安 他是一種消極的世俗主義 以及用泛突厥主義和相對保守的偏向於基層 信教的青年的傾向去團結基層的這種青年組織 說實話 如果你看過以色列 不是什麼以色列 是差 土耳其的新聞你會發現阿爾多安不向外界吹的那麼 怎麼說 那麼誇張 因為他能掌握大量的 他那個年齡段的人 我該怎麼形容呢 就他能掌握一幫曾經跟他同一個時代的青年 以及還在鄉下的 沒有進程也好 沒有進程也好 收入比較低的這個青年 而你看到的土耳其潤出去的那些人 往往是 教育程度 這個已經過幾個線了 教育程度過幾個線 而且過得很高 家裡收入 一般情況是伊斯坦布爾 或者那個 因為還有一些其他城市 那個 我就以伊斯坦布爾說吧 這個比較經典 這些城市裡面 有一定收入 他可能是個公園 可能是個家裡是個小文員 可能家裡還有一些商業 這些人是潤人群體比較多 當然還有另一種極端的潤人就是 我啥都不要了 我就要去德國 那個情況咱淡說 埃爾多安 他團結的是什麼 他團結的就是那幫 覺得自己窮 覺得自己社會DVD 就是路邊來個狗 狗冲在叫 他得過去 臭他倆巴掌 這種人 埃爾多安團結的是這種人 所以你會看到他那個選情 極其糾結 但是有效 因為城市階層 他代表不了土耳其 是 然後提到世俗話 就有人好像說 世俗話西方民主化 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你看這個土耳其 他為了追求那套 所謂的世俗話 所謂的民主化的這個競爭 他連自己 國家認同 他自己扔掉了 導致他現在重新建立 他自己的國家認同 居然要靠突厥主義 這種很鬆散的一個定義 去搞這個 他給自己認了12個碟 就是這個原因 他非常害人 對 他因為拋棄了自己的 曾經的身份認同 導致了自己現在 重新要構建這套認同 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然後就是當網上嘲笑 這個阿爾多安 說說那個降息的時候 就好多人都說他抽象 或者怎麼樣 我當時我記得 好像我剛 穿進你直播間的時候 我就說過 貨幣對於國家來說 是一種工具 我們都忘記了貨幣的定義 我們都把貨幣當成了金錢本身 當成了一種就是 所有商品定價的唯一標準 結果我們沒有想過這些錢 他就像水一樣 他會汇集成一條河流 有人要洗澡 他可能截一段上來 有人喜歡那種水流大的 就那種勁大的噴的 有人喜歡水流小的 有人喜歡慢慢來的 還有人喜歡泡浴缸 那對於阿爾多安來說 阿爾多安我在直播間裡 說過他的成長的歷史 他是從小商販的聯合會起家的 就是他從政的時候 他學生會 學生會之後他去 他去當市 他當市長之前 先是青年組織成員 然後他後來又去團結小商人 我忘了是肉類還是奶類 他肯定是當過 怎麼說的有點像光兵牛奶場 又是一個惡劣的政治影域 然後他才當了市長 他在這個成長過程中 對於他來說 怎麼樣調動經濟 就是我不要錢 我只要結果 我把伊斯坦布爾的棚改 我全拆了 我再修一套大樓出來 伊斯坦布爾的那個高樓 真的很多的 我修核電站 跟俄羅斯合作修核電站 我修新機場 我修高速路 你讓這些那個跟著我嗷嗷叫的這些小伙子們 領工資 領到公司了 他買東西了 就是大家就忙起來了 忙起來了 經濟不就好了嗎 這是他對經濟的定義 真的 國庫勸 媒服勸 所以當你理解他對經濟定義 他跟米萊不一樣 米萊是他媽啥都不懂 當你理解他的出身 他的起家 以及他對貨幣的理解的時候 你最後會發現貨幣 他對貨幣的降息政策 和激進的金融政策 是服務他與他統治的一個工具 這個話 從表面上來說 你一聽好像說 每個國家的領導人 都會靠貨幣的這種管控 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對 沒錯 但是對於埃爾多安來說 這句話有更深的含義 與此同時 你說 他可以操弄這個 他不光操弄這個 他操弄這個 獲得國家的團結 並且 調控整個國家的經濟的發展 他不光是說 光光只在這個市場方面 他還有包括國家組織方面的一個 一個抓手 對 因為在埃爾多安的人生的高光時刻裡 他的經濟奇蹟就是靠大拆大件 是的 我們歷史 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大拆大件企業的人 是誰呢 是吧 你看到他 他在那個就是影視資料裡的樣子 是不是感覺就是 就是這事兒今天就必須得給我辦了 不辦就怎麼怎麼樣 就是這個精神狀態 所以你會看到埃爾多安是吧 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跑到周邊國家 就是對周邊國家指指點點說這個東西 這實際上就是他執政過程中的一個慣性 當然你提到了 他是不是會有那種小市民的腳下 有 埃爾多安跟莫迪肯定聊得很 確實 我會這麼說 他會在 為什麼他會選擇充滿投機的這種政治形象 在國際政治上 第一他在那個節點他必然投機 HV進來了完了 第二個問題在於什麼 以他調動的資源他只能投機 我對土耳其印象比較深的 我還我對土耳其印象比較深不是政治上 而是產業上 疫情期間曾經有一位同事 托我給家裡的老人買一款藥 是帕金森的 由於當時的這個關係 就是中國大陸買不到 然後就去買仿製藥 你知道買在哪了嗎 第一波給我想最快的就是土耳其的 區別就在於藥量大小 土耳其的藥片大我們的藥片小 價格比我們這塊還便宜一點 而這已經是我托我帶貨的那位中介 漲價後的節目 我就很好奇 我就查了一下 土耳其在土耳其這個 境內的一些企業包括醫藥產業 包括 包括這種汽車 因為汽車產業是觀察這個國家工業能力 和相關產業發展的一個經典的形式 還有手機 還有就這些店 我這些工廠 我看一下 就是土耳其剛好卡的那個位置 是一個代工廠的這麼一個位置 它是至少是歐洲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生產基地 光我查到的就是有拜爾 寶馬 寶馬是最經典的 我們經常看完小說 寶馬一個廠養過土耳其700萬人 它正好卡在那個位置上 但是它在那個位置上能不能再往上跑 不行 因為跟它同生態位的人太多了 理論上來說波瀾算 跟土耳其爭搶生態位最凶猛的國家 我說幾個 保加利亞 當然保加利亞是個失敗國家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也是個失敗國家 還有匈牙利 而且這幾年來說 跟土耳其爭搶生態位最凶猛的國家 應該是匈牙利 因為我們的投資 我們是花大力氣在匈牙利做投資 你對於埃爾多安來說就很尷尬 你說我在這個 就是埃爾多安怎麼形容呢 就是繁華里的魏總 你看我天天看這電視劇都入腦了 天天出去吹牛逼 說我要點8080霸王別姬 結果真遇到事了 你求他 他真要辦他點事 他搞不定 我給他一個80萬 就是80萬的訂單 他說他只能搞定10萬 我問埃爾多安 80萬你能搞定嗎 埃爾多安說 我把我周邊小兄弟湊起來 我能給你搞定10萬 那我沒有辦法跟他做生意了 他的資源不夠 他的秉付不夠 他的工業能力都是不充足的 而他又想撞聲勢 怎麼撞聲勢 打架 到誰的面前都要撞個逼 你也看到了 之前還跟以色列說 你以色列搞種族滅絕 以色列 以色列就說 你也跟我說 什麼酷工黨點了個讚 你神經病吧 他實際上 他就是要靠到處的招搖 到處的搞事 來彰顯自己 就是來證明 我是有實力的 我是有話語權的 但是實際上實力和話語權 是靠你穿上最豪華的衣服 開著最豪華的車 滿世界亂跑 高調的在五星級酒店 大手筆消費 能解決的事情嗎 不是吧 肯定不是 那都是假的 都是表象 對一個真正牛逼的商人需要 當然他需要裝逼 他需要擴起來證明 我確實有錢 我有資產 但是埃爾多安的這種裝逼形式 在國際上 大家認可嗎 至少你們認可嗎 直播間的各位認可嗎 我覺得國內的網民 大部分不認可 因為都很出名 國中哈士奇 就成為土耳其 我覺得他們那些身材是認同的 對嘴炮是要 是他認為他需要 衝面子 擴充自己實力的一種形態 而這種形式往往被證明是失敗的 是的 但是互聯網很吃這一套 對 互聯網總是這一套 互聯網喜歡這種偶像 互聯網認為就是炫富網紅 就是他怎麼說呢 我給大家形容一下 有點像那種 這種人現在在視頻號上出現比較多 以前快手這樣經常出現 就是這個人走路不周四六 然後就社會人的那個樣子 結果走著走著他後面 虎哥還是刀哥 你聽我說完 那個54 那個馬克你聽我說完 就這個人在社會 就走著社會搖 搖著搖著 後面一輛羅斯來刺 搖著搖著又一輛拜巴赫 搖著搖著 出現了一個大別墅 搖著搖著 四個啊就穿的很那啥 一看就是整容過的這種女生 對他投懷送抱 就是拉一個全景嘛 就這種裝逼形式 其實就非常符合埃爾多安的這個啊 這種政治審美 我會這麼說啊 商高很認可 是因為商高在政治審美上 本質上就是快手啊 他在政治上的審美 基本上跟啊 跟這個呃 城鄉結合部青年對快手的審美差不多啊 我們也要尊重下沉市場 那個商高是 他是從那個松山上面搬下來 對我們我們要尊重下沉市場 對吧 嗯 所以就是我說實話啊 就是你如果你觀察到土耳其的經濟相關的數據 你會發現土耳其就真的陷入了西方國家所定義的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當中 或者就是我更傾向於說是產業陷阱 他因為跟那些拉美國家是一樣的嘛 都是走的那個產業转移的那個套路子 嗯 所以最後你然後他就有一個上限 對卡住了 嗯 舉個例子在武器領域 你經常能聽到土耳其公司啊 搞出一些很偏門的在歐美國家認為 在歐美這些國家認為 在商業上是失敗的輕武器設計 舉個例子 無托的15發子彈的線彈槍啊 就是一些腦 一些腦子抽了的輕武器設計 你經常在土耳其能見到 然後這些土耳其公司靠這碗賣錢 然後我們再接著看他的軍工產業 讓土耳其舉國吹噓的叫淘寶二無人機 對 TBR 然後我們看了一下 就是說當大家都在吹啊 就是包括一些軍事博主啊 還說那句話 吳董軍事 可能我對這幫人的批評有點過分了 就當我在看到網上去吹這些 TBR無人機說這個說那個的時候 我當時的大腦懵逼的就是說是 我先不考慮比較工業能力 而是說像TBR這樣的無人機 任何一個具有成熟的 就是他沒有去工業化的 成熟的工業能力 以及工業設計體系的國家而言 他應該都能提出至少三套平均方案 是的 而大家認為 土耳其能搞出TBR無人機啊 土耳其強牛逼 就是TBR幹爆了一龍怎麼怎麼樣 就舉個例子就說這種事嘛 其實買TBR的國家很多都是 其實我發現他 他並買不了 就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買不了美國或者中國或者俄羅斯的東西 他最後就不得不去買土耳其的 就你不能因為傳音手機賣得多 就說傳音手機做出來的 就是傳音手機在硬件的跑分上 一定會比小米比OPPO比華為牛逼 我為什麼不直接拿小米跟華為 跟OPPO這些筆 是因為我怕直播間打起來 但是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拿傳音手機 傳音手機在非洲賣得非常好 就是上億級別的 這個流水是上億級別的 傳音做了一個折叠屏 那你覺得在我們的環境下 在中國大陸境內 傳音的折叠屏上當次嗎 就能跟主流的折叠屏廠商對比嗎 不能吧 就這個感覺 就是這個感覺 就比不了 但是他就是能在下層市場賣得很好 對 土耳其的工業品很多都是這樣的問題 舉個例子 土耳其的那些啥 我記得是土耳其跟薛亞利之間 不是那個來回領導人互訪嗎 是土耳其送給薛亞利一個車 電動汽車 然後薛亞利送給土耳其一匹馬 還行 你當時聽完之後就是 就是 不知道該說什麼 雖然這個東西我們知道它沒有歧視 但是對於產業領域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很猛的效果 首先土耳其人送的 國民品牌的電動汽車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沒聽過 對 其次我們不知道電動汽車裡面 這個電池的電芯 這些車上的所有的主流部件 是不是都是進口的 以土耳其的情況 至少一半以上是進口的 沒有問題 對 我們不知道它是不是就是 組裝了起來 然後送給了歐爾班 歐爾班說 好像不回禮不太合適 送了匹馬 第三 第三 請問這匹馬跟這個電動車之間 哪個更值錢 薛亞利送的 我覺得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馬呀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馬 我哪怕送個問戒呢 我哪怕送個問戒M9呢 我至少是匹配的呀 這種專門培養的賽馬很貴的 很貴的 對呀 就是你能感覺到 舉個例子 同樣送工業品 我們送啥 我們送X5 因為X5就是牛逼 確實 說實話 你像一些西方國家 全世界都在捲折裂屏的情況下 所有的主流的折裂屏廠商 幾乎都在亞洲 Google好不容易推出了一個Pixel 4的 不好用 那我作為一個國裡 我送X5 是這個國家作為工業品來說 是最高端的一批 X5的價格15999 就在手機裡面基本定價打多久了 是的 你拿出X5打開 不用我面子 但是你開一個土耳其的電動汽車 我也不露臉啊 不大概說什麼 這就是土耳其工業品遇到的問題 就是土耳其的工業品 它並沒有以出眾的集成的工業能力 或者就是它本土积攢下來的 優秀的青年學生也好 優秀的青年工程師 研發設計團隊也好 為它的整體的實力做一個背書 工業品的背後是工業實力的背書 而土耳其沒有工業背書的 拿工業實力背書的能力 對 所以就導致了它既做不了高端 然後做低端 其實性價比也不怎麼搞 嗯 你導致大家就是這個工業能力 反映到國家實力 反映到它軍事上來說就是 我不知道你存在 你的存在 對我的意義是什麼 對 是的 舉個例子 如果我是越南 北方大國對我來說就是 奶奶的不能惹他 上一次惹完他 他衝我家門口 炸了十多年 把我爺爺炸到我爸 然後又炸到我 我小時候就是聽著他的炮聲睡覺的 不行不能 但是你對土耳其來說 你對土耳其有什麼印象嗎 土耳其的軍隊 就是揍他兩順 然後他就回去了 對就回去了 這就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你 你因為你沒有印象 你沒有能打得出來的 有價值的戰果 你到最後就是 對周邊國家來說 你沒有價值 你沒有可團結的價值 你除了作為一個節點 收過路費以外 你沒有任何價值 土耳其就是一個 以偽裝成國家的收費戰 我其實想過這樣一個設想 就是你比如說如果一戰之後 如果那個設想 如果土耳其沒有一次藏半 會怎麼樣 這個國家發展會不會 它的構建 會不會更自然一點 我認為會自然一點 至少在它的這個 整個土耳其境內 會掀起一場 這就是我說這種群眾運動 但是實際上沒啥用 因為土耳其的這個 城市跟農村二元分割的這個問題 不只在伊斯坦布爾 還有還在很多城市 舉個例子 土耳其 土耳其我記得是聖林地中海嗎 是啊 那這樣 那這個問題 我們就得扯到土耳其人 第二喜歡的1071年 這個問題 就土耳其喜歡扯兩個年 一個是1453年 一個是107年 第一喜歡1453年 是殺戒軍團金堡 第二喜歡的107年 是因為他們殺戮了 就來到了小西亞這個地面 說了這麼半天 土耳其人 實際上土耳其面臨的問題 就是很簡單 如何團結這個國家的年輕人 這個問題 就這個問題 因為土耳其當時他做出來的那個 你剛才說的是奧斯曼主義 對吧 現在的叫新奧斯曼主義 老奧斯曼主義 就是在分割年輕人 把非穆斯林青年的和軍方 在政治地位 在這種社會地位 抬到了一個 沒有 你說那個嗎 那個叫改莫爾主義 你說的奧斯曼 奧斯曼的這個社會改革 就更早的 更早的 他那個是 他想要整合 但他想要整合的目標 是非穆斯林 就讓更多的非穆斯林去認同這個 但是 那我要 那我要是這種 信伊斯蘭教的青年 我不說穆斯林這個概念 就如果我信教 我還是這個有為青年 那我就說了 那你把我信教 他當時就是完全無視了穆斯林的利益 從這塊開始 如果這個問題 你在整個這個土耳其的這種 沒有展開大討論 沒有展開這種 那這個問題就 就 怎麼了 我從大討論這個 我團一激勵 就展開大討論 把這個東西 就給他掰聲明白了 我們怎麼團結這個人 就是我不管信不信教 我不能因為信教比你高一等 我不能因為我 我軍隊的 你不是軍隊的 我軍隊的我就比你高一等 不把這兩個矛盾解決了 很多事解決不了 你到現在土耳其軍隊不也是七個不服八個不份的嗎 對 他雖然表面上服了 但心裡還是不服的 對 那問題在於土耳其的這個近代化的 你是說民主主義革命也好 你是說那啥 因為這個事我用的是大家更熟悉的這個改造過程 他的民主主義改造太溫和了 太溫和 居然沒有人腦子打出狗腦子 你想他都放棄自己國家認同了 傳統國家認同了 你就能知道 在這個國家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這個鬥爭烈度 是不夠的 對於他這個 你說 我覺得這個放棄國家民族認同傳統這個事情 不是他們第一次干 他們一千年前就做過一次了 合著他們是歷史慣性是吧 行 就是為什麼 就是你要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是犧牲奧斯曼綠羅嗎 就他的他的統治范圍 他的統治核心就是以前 東羅馬幾個統治的核心 但他們實際上就已經換過一叉了 那就那句話他想要什麼 我知道 我也我現在所有時候都在耗取這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就 就這麼就換 那就那就 那實際上問題就更複雜了 如果說剛才我們說的問題實際上只是一個 土耳其 怎麼說 關於土耳其 新奧斯曼主義的社會大討論 最後寫出來是什麼 最後那個 埃爾多安發表社論 什麼什麼 怎麼著 怎麼著 包括世界比武大這種 埃爾多安貪治國理政 不行這個梗太餓死了 不過是 但是如果按照你說的 他拋棄不足認同 他拋棄這種國家認同 歷史認同 是一個歷史慣性的話 那很麻煩 因為你到最後就變成了 土耳其作為一個國家 未來50年到100年 我就不說他500年 未來50年到100年 他的發展目標是什麼 不知道 是這樣 如果根據現在的目前 無論是 你說是土耳其主義 還是奧斯曼主義 他的國家的塑造 就沒有超過500年 如果你是以奧斯曼為塑造的話 你實際上就是奧斯曼500多年前 如果你是以土耳其 你最多也就能做到1071年 也就1000年 完了 他沒目標了 他自己的定位沒有了 舉個例子來說 他作為產業轉移 他要成年產業轉移 不用他了 徐亞利已經幹了 關鍵是 現在也沒有多少產業轉移了 西方自己產業都沒了 已經轉移完了 轉移麻了 那你再轉移就打炸了 你說你要在中東建立地位的話 你不在中東核心的利益征夺區 整體來說 土耳其的這個涉及的領土範圍 他不在中東的核心的利益征夺區 出來了 對他不在叙利亞 他不在伊朗 他不在利巴嫩 他不在那種 就是爭論焦點 他也就是按照黑話來說 叫利棍 他沒法利棍 他利了幾次都沒利起來 你這說說他意地 是的 你在兩個方向同時受挫 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土耳其作為一個 我們需要進行交涉的國家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就沒有意義 就感覺說 如果我修一個鐵路對吧 我好像過土耳其不過土耳其都行 就考慮就是忽略掉地理要素 就我們純從利益的角度來看 土耳其是可以被忽略的一個節點 我連接他只會增加我的成本 是的 為什麼印度就是在最近的紅海衝突中 一定要彰顯自己的存在感 因為紅海旁邊就是印度洋 他要證明自己在印度洋的價值 雖然他也證明不了啥 因為我記得一帶一路好像現在的那個版本 就走不走土耳其啊 好像要走吧 要走走肯定是要走的 土耳其跟我們包括黨紀聯繫啊 包括產業溝通啊還是那啥的 雖然我們在日常的新聞報導 和一些政治宣傳領域 我們有不能碰的一道線啊 這個毛拉應該是知道的 那是絕對的紅線 但其實土耳其還有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 就是以前這個十字路口 它有價值的前提是歐洲有價值 但是現在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歐洲沒有價值 對 所以說土耳其的地位就會大大下降 而你看下面就比如說那個 就敘利亞這些 它至少還能連接非洲 就北非 至少還能連接北非 敘利亞至少還是一個化學毒品的重要出口通道 你土耳其是嗎 你什麼都不是 這是土耳其特別尷尬的地方 土耳其連黑幫都不算上得了檯面的黑幫 雖然土耳其黑幫有吧 舉個例子地獄天使是分兩派的 德國的地獄天使 那不是德國的黑幫嗎 其中有一派是土耳其 對我知道 但是土耳其移民 你又不能說他們是土耳其人 他們本質上還是德國人 你看就麻煩了 他自己都不認可 當然不認可是很正常的 別人老主權很不容易跑來的 到德國去 別人為什麼要認同土耳其 我好不容易認同德國 你讓我突然說 給艾爾多安投票 我是這個 當時那個是一幾年 那個艾爾多安跑到德國訪問 訪問的路上還跑去拉票 給德國人整麻了 我靠 對真的人都傻了 我們多個總理出來 這肯定會麻的 但是就是你整體來說 土耳其他如果想滿足他的野心的話 就是所謂的國家的野心 他的資源是不足的 這個問題跟印度一樣 印度也是類似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何代表印度的絕大多數年輕人 老人我都不管了 已經不管你了 現在感覺也在整精神小夥版本 精神小夥版本 印度版本的精神小夥叫RSS 我曾經在顧夜的直播間裡都說 這是路透社寫的一篇專輯報道 就是他印度的這種信印度教的青年 如何獲得分身機會 一個文盲 家裡窮得一逼 沒啥工作的 這麼一個青年人 如何分身 答案 守護神牛 誰打牛 我打誰 有人去打牛的嗎 就舉個例子 他是穆斯林 他天天跟我不對付 他覺得我有手好心 然後我編一個理由 就把他揍一頓 半夜跑他家 把他家電視搶出來 把他家房點了 把他家小孩抽兩頓 第一天我得到的電視 第二天 政府獎勵了我兩頭牛 第三天 我有了一個養牛場 第四天我成了村長 大概路透社寫的 大概就這麼一個故事 當然我是戲劇化的 那事實上就是 就是重鋒隊 說白了 反穆斯林重鋒隊 你到最後 印度版本的精神小夥版本是這個 那相比起來 土耳其已經很溫和了 至少我們看到的 土耳其版本的 土耳其網紅 在國際上是很有市場的 至少我們看到的 土耳其網紅是什麽 一個是假笑哥 高端餐廳 一個是夫君 我不知道 大家看不看這個視頻 就是那個拌飯 大胡子拌飯 順便說一句 土耳其的拌飯也是挺好吃的 我個人我是挺喜歡那風格 摁造碳水 呼噜呼噜就吃了 我在上海是很喜歡吃的 可怕吧 至少土耳其 好消息是至少 土耳其的網紅比較溫和 所以就相比起來 土耳其我反而相對能更接受 首先那霍霍的不是我 我這聽到有回音 應該是那個吧 應該是Mark那邊 是我 他們那邊聽不見 好 那我接著說 就是首先土耳其 它確實夠弱 整體來說是夠弱的 因為中東版本的淘汰強度 太強了 它就属於那種版本冷門職業 版本冷門槍 都沒人用的那種 確實太冷門了 第二它不會對我的利益產生干涉 相比起來 土耳其在我們的眼裡 會比較順眼 而且客觀來說 我們也確實需要 跟土耳其的態度好一點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它會不會整出什麼爛火 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在直播間不適合它 因為土耳其歷史上 你說的這個蘇菲主義的認同 跟我們是有一點關係的 是 而且很難處理 這個東西很難處理 容易被利用 我說過土耳其 土耳其是整個中東的上海 現在明白了嗎 差不多 差不多 還真是 中東殺害你 不 關鍵它 它在一千年前 也是這種類似的地位 它其實 並不是正兒八經的中東人 就它土耳其的名字這麼來的 就它是從 中亞那些地方來的 有牧名 有牧部落 這就是尷尬地方 就在於 大部分土耳其人祖上 不是從那邊來的 那個是 就是建國的那幫人 就是人 是這個 建國的其實 其實也 也不是 如果你把土耳其人 當成中東上海人 就它的土耳其人 合理了起來 沒有它是這樣的 對我 這還沒說完 就是說 有一部分 是那個最高的統治者 是那個部落的人 但實際上高層 很多是當地的突厥化了的 阿納托利亞人 就它其實是希臘人 你可以說 就它其實就是希臘人 但是它是精神突厥人 然後 但是只不過到了近代 它又變成了近近代西方人 這 這裡還有一個 我老實講 實講 就是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概念 但是它可能經常就是 就是 阿納托利亞本身 就是 希臘人也好 羅馬人也好 土耳其人也好 他們 就是 對於今天的 就是生活在阿納托利亞 他們其實缺乏一個 這個政治上的一個生存 就他們這個生存 這個生存是缺失的 就 我們 確實反正就相當於 是阿納托利亞人 但是它是突厥 就突厥化的阿納托利亞人 然後我們再聯想一下 土耳其人的生活氣質 土耳其冰淇淋 土耳其烤肉卷餅 烤肉卷餅 真的很好吃 你看我這個念想 你一作了病 土耳其烤肉拌飯 土耳其喝茶 土耳其人跳舞 這他奶奶的不就是浦東區嗎 浦東長寧 敏航你挑一個吧 有一說一 土耳其冰淇淋吃著特別像DQ 然後土耳其人 再給我搞一個什麼 我想想 土耳其南邊的城市 我說不來 土耳其在搞一個 就是給我找一個 土耳其沿海的城市 不就那個伊茲密爾嗎 第三大城市 土耳其 我們來一個什麼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路 有一家媒體 這家媒體的名字 不行 笑死了 一模一樣 就這種人 愛整這種活兒 你知道嗎 土耳其的電視媒體是很發達的 我先說一下 你如果你看土耳其電視器的文化 看他們的文字版本 你會覺得很沒意思 但是如果你看他們的視頻版本 你會發現他們的視頻都特別好 甚至當時那個 是居爾政變吧 是居爾政變 哪一個 就是居方的政變 就是埃爾多安跑路的那個 一一一 二零一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就那個政變 你說嗎 他們最後拍了一個紀錄片 就是挨個問 就分析啊 拍的那個片 拍出了凌忍的感覺 真的製作水平相當高 可以 你就大概能知道他們的媒體的實力的 他們媒體實力不差的 對 我為什麼我當時我會推薦你看TRT TRT作為一家在中東領域相關的一家媒體而言 就是因為大家習慣看半島嘛 但是TRT的國際影響力很強很強 他們的業務能力很好 也確實 畢竟 畢竟人家真的很西方化 對 他真的是上海人 上海搞東方衛視 雖然東方衛視這幾年叫東北衛視了 但是當初上海人搞這個電視領域也是很強的 是 嗯 然後新時代他們在Instagram和TikTok上搞出了一幫做美食的網紅 什麼假笑哥 什麼夫君 還有散言哥 好像他們因為直播間看他說散言哥也是土耳其 是的 你就知道實際上他的這個定位真的很上海 對 現在上海已經變成一種形容詞了 他不是一個地影了 完了 不其實怎麼說呢 每個很 其實每個古文明其實都有這麼一個地方 但是土耳其是 嗯 把自己整個變成了這麼一個地方 啊對 把整個國家上海 你想想那個什麼 印度 小孟買 有孟買 然後俄羅斯有彼得堡 然後伊朗有德黑蘭 對 但是土耳其是整個整個土耳其 人間合一 那個 你看你看這個彈幕多缺德 金融搞的也很好 實際上 伊斯坦布爾指數是重要的 一個中東地區經濟的參考指數 曾經啊 是有伊斯坦布爾指數 我記得是 因為我的印象 還是在我在看瑞成剛 在央視二套播新聞 應該是他1819年 反正就被制裁之前吧應該 他被制裁之前其實還還行 一直都還相對比較穩 但是就後面才爆炸的 就那句話18年19年 你拉著你的隊友打排位 他跟你吹 他是大師 他是那個白金 結果定斷 來贏 差不多那種感覺 對 就那種感覺 放下電棍 放下電棍版的那個石海帶 土耳其指數嗎 伊斯坦布爾 100指數 對 就這個指數 這個指數還是挺有參考價值的 我搜一下 來 我發給你 我發給你 你看一下 你發啥了 你可以沾過來 為什麼我會聊經濟呢 就是當你能看懂一個國家的經濟的基本發展脈絡的時候 你會對這個國家在政治利益上做出的脑抽決定 有一個系統性的理解 這比你單純做實證新聞看實證做分析得到的這種理解會更加深刻相比起來 這是哪一年呢 21年呢 埃爾多安 他說他的所謂的經濟發展三萬福 基建房地產旅遊 你說的是大統吧 切一下 因為說實話 就是有人可能會認為說 孝文你來毛拉的直播間是不是搗亂的 但實際上 在毛拉的直播間 我一直認為在毛拉的直播間聊土耳其是我幹過的比較有價值的一件事 因為我是真的在跟你們討論 而不是吹牛逼 嗯 也不是搗亂吧 我覺得每次還是講了不少東西 還是能學到不少東西 你看到嗎 1866年 他建立的這個交易所 基本上是整個中東乃至整個亞洲地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 畢竟別人離歐洲近 嗯 你看這他媽怎麼還是上台 伊斯坦布爾耶書 我1880年我就有了執照 我家就有了證券交易的執照 哎 沒有 這算是怎麼說呢 屬於東方人的叫什麼 近代化的一個走賣不過去的坎吧 真的說 這是啊 我家炒股有傳承 2018年物價炒股 不行 笑瘋了 還真是 我只能說還真是 埃爾多安就說啊 利率是邪惡的 他讓富人更富 窮人更窮 對 貸款利息萬惡之 沒有這個東西是跟那個跟伊斯坦教是一致的 不是 當他說這個的時候 他實際上 對我知道 他不侷限於這個 但是 就這個東西 你相當於有 叫什麼呢 你能在宗教上進行動員 也在 相當於 就它是個雙重的 是個雙重的東西 別人 別人說伊斯坦教是別人就信 對 土耳其根本不信 好吧 我操 就這幫人 是因為他能靠這個玩兒占便宜 對的 就這幫人他媽的根本就不信的 你像他們什麼 可以明確的跟你說什麼 雖然我們土耳其百分之九十八點六的人都是穆斯林 但是我們土耳其有國酒 國酒 我聽過 當時我聽完的時候大腦是崩潰的 我花了大概半分鐘消化一件事 然後他跟你說什麼 雖然穆斯林不應該喝酒 但是喝酒讓我更接近真主 我只說我雖然不是穆斯林 但是我的拳頭都硬了 然後那個土耳其又崩盤了 骨灰雙殺 絕了 這什麼狗屁之術 國家的國 國酒 叫R-A-K-I Rocky吧 反正是 中文翻譯名叫獅子奶 就他俗名叫獅子奶 這是2014年1月15日的報道 我們先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翻譯出錯了 但是土耳其財政部告訴我們 去年12月 土耳其 預算赤字 從11月的756億里 升至8425億里 人家可可不是什麼發酵小麥果汁 人家是蒸流的烈性酒 好嗎 50度起步的 人家才不是什麼發酵果汁呢 我操 人家50度 50度起步 所以就是 你們不是都想賺錢嗎 你們都不 不是都不敢賺錢嗎 去土耳其吧 賣房去土耳其賣房吧 就那句話 你敢不敢嗎 伊斯坦堆一百指數 你們要不要嗎 膽子大一點 往裡衝 不行 不能在直播間 挑經濟民眾話題 一談又崩潰了 但是我實際上 我說這麼多 還是想希望大家理解 土耳其他遇到的問題 是一個很上海化的問題 這真的不是地域歧視 上海化實際上是一個 學術上的概念 簡單來說就是 當他的發展野心 和他調動的發展能源 不足的時候 所產生的一個必然現象 他想代表所有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可能連自己家的人 都代表不了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 類上海化的現象 土耳其真的 感覺 就我去翻他的那個 整個歷史的發展 最後就感覺是叫什麼 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嘗試 但是總是在關鍵的問題上 選錯 就這麼一種感覺 他沒破例 他沒破例 歷史轉折中的凯末爾 歷史戰爭中的XXX 歷史轉折中的埃爾多安 我說實話 埃爾多安他那個反對派 我忘了是居爾還是 不是現在 他把居爾關進去了 不是居爾 居爾是支持他那個 居爾是政法黨的創始人 就是軍方那幫人 句話 你狠一點 你速度快一點 是 問題不究竊 是 真的離譜 他那個政變 就他對 他對平民倒是挺狠的 職業生炸爛 我看 而且 隔壁小林 雖然說小林 現在這個牌子 有翻車的危險 但是我還是覺得小林 作為一個參考 大家是可以看的 小林實際上 在他做的視頻裡頭 點出了土耳其經濟發展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的基礎資源 對外部依賴過大 是的 他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因為理論上來說 只要不出口 我們絕對夠用 只要不出口 只要不拼命 給全世界當工廠 我們的資源 不能說完全夠用吧 至少就是說是 維持自己生存不成問題 土耳其是什麽 天然氣是一定要從俄羅斯 土耳其能源90% 依賴進口 但是他的客戶是歐洲人 他要給歐洲人代工 是 就麻 是麻 不知道該說什麽 這就相當於你在大使館 對面開聖德勒 三里屯意境 小林你們不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之前你叫小 然後LIN 小林 就是那個 你包括對韓國的認識 我也覺得他在他講的 對韓國的這個經濟方面的認識 做的比較好 而且你說實話 韓國遇到的問題 也跟土耳其類似 就是他們都是 國際經濟當中的金絲雀 這是一個很西方化的比喻 在工業革命時期 金絲雀是被下放到礦坑的 是的 如果裏面的這個氣體啊 不適合人類呼吸 金絲雀就會死掉了 然後人就可以跑 金絲雀死了 別下去了 如果放進去 金絲雀沒事 還叫喚拉出來 土耳其和韓國 這種國家就是 國際經濟上的金絲雀 對 是的 有那種感覺 就拿他做實驗 拿他做實驗 他出事了 我們就 我們我們就 縮頭 他不出事 我們就伸頭 不土耳其也算 以前的土耳其是算的 現在的話 現在已經過了那個狀態了 因為如果沒有特朗普 整的一出的話 實際上土耳其的經濟數據 不會崩的那麼快 不會崩的這麼慘 就很奇怪 就真的很令人奇怪 因為 不管怎麼說在 特朗普制裁以前 土耳其出口的很多商品 我不說在全世界 至少在中東來說 還是受大家認可的 而且 土耳其的網紅經濟 也是具有相當高的權威地位的 但是這幾年 這麼一折騰 再往後怎麼發展 就很難說了 我忘了 那個是夫君還是賈孝哥 應該是夫君 夫君他的那個網紅帳號 是有伊斯坦布爾地方的政府 或者是他當地所在城市的政府 對他進行支持的 他是有一些學會的掛名背書的 他平時也會做一些慈善 這個圖表看著就很搞 你看到什麼圖 就還是那篇文章的 我正在貼 就他什麼土耳其GDP增長率 是個巨齒狀 什麼樣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會巨齒狀 一定是大部分情況下 不能說一定 受外部性增長 受外部影響極大的這麼一個國家 所以我會說土耳其是經濟意義上的金字雀 他去年的GDP增長是正的 還5.6 但是他去年跑了30萬的人 就直接跑了 润了 就怎麼說 因為大家都發現的錢根本留不住 要貶值 所以掙到錢趕緊花 掙到錢趕緊花 就這麼刺激消費的 就消費確實刺激了 我只能說 那你要這麼著 絕對刺激 真刺激 所以我說過 對於土耳其這個國家而言 貨幣只是一種工具 它不具備任何信用價值 是的 貨幣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這個國家的信用 對不對 它代表著一部分這個國家的信用 但是在土耳其這個事不成立 類似的情況是哪 印度 當然印度的情況比較麻煩 印度想證明 我這個盧比是 盧比 盧比 盧比是值錢的 問題沒人信 俄羅斯人都不信 那確實 我說的大概就是這些了 就是我還是建議你貓拉 我還是建議你看一下土耳其經濟 看土耳其經濟之後 你會真的發現 它就是一個以政治意志驅動的 它是一個以意志驅動的國家 土耳其 它是以一個意志 它不是以一個實力 因為它沒實力 它只能以意志驅動 那你意志驅動的國家是什麼結果 你就可以看一下 請我說的就是這些 嗯好 我 我說一下吧 就是 我要說這樣就是 就是實際上就是 我們在談到關於土耳其 這個國家歷史的時候 一方面是出於 實際上這個很大部分誠意 是規矩於這個土耳其自己 因為土耳其自己 就是剛也說 它的國家認同 它的民族認同 我關注這種混亂的 它在追逐所謂的這個 脱脊變容 它這種什麼的概念 就是 它把原本住在阿納托利亞 包括赫提人在內的非印歐語族 稱之為原始土耳其人 明白嗎 就是 它把赫提人真的叫原始土耳其人 然後 就以此來論證 他們 他們土耳其人很早就在這個 就在這個阿納托利亞生活了 然後 等於說 他們史觀裡面 這個 這個 從這個 中亞來的這個 突厥民族 實施來解放這些老鄉 是把他們從這個什麼 從印歐語族當中解放這些人 比如說就是羅馬人和希臘人 它就是這樣一種史觀 那 就是 那雖然說近幾年的話 它確實說是在 提高 在 它的 我看過有人讀過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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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相告書 它確實是有提高了 就是在 107年 就是突厥蘭之前的這個 土耳其當代 但是這個比例仍然不高 是因為 在歷史上 你很難夠去找到一個政權 它是代表的這個 安納托利亞人 你很難找到這個 沒有 根本沒有 對沒有 所以它的國安力 如果說就是 因為 你走那個 我們說 那個 它實際上走不下去了 因為你實際上 你到底要怎麼 才把中亞 跟西亞結合在一起 非常難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你放在整個在西亞國家的話 對 本州那太國來 它也沒有統一全境的 所以你看看 就是西亞現在的話 它其實都在走一個 本土的一個民族主義 我們可以這樣說 對吧 本土的這個 本土包括地區 國家 它的歷史在追溯的時候 也會這樣這樣追 但是 土耳其它追溯就很難 它賣不過那個凱里 因為它 土耳其 它怎麼樣 它都沒辦法 對吧 它塑造的 它怎麼 它怎麼也跟 這個安納托利亞本土的政權 它侵犯不到 因為 因為就是 你可以說是 建國一開始就是 這條路選的就有問題 是 這土耳其這個選 因為我之前講過 他們 之所以稱呼自己叫土耳其 是因為西方人叫他們土耳其 就 就是這麼這麼簡單的道理 對 這太抽象了 對 那時候又出到西化的問題上 他他真的西化 他的民族認同都給你西化 按照西歐人的思想 但這個更抽象的在於 歐洲人叫他們土耳其人的原因 是因為中國人 阿拉伯人 波斯人 叫他們土耳其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比起西歐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 出具土耳其民族意識 就是巴爾幹的各國 就是我個人認為 巴爾幹的各國的獨立運動 其實反向極大的世界 對啊對啊 我剛才講到嘛 我念的那篇文章你講到了 對對是講 就因為奧斯曼主義的構建的失敗 然後再加上當時巴爾幹各國獨立 這麼雙向的一個刺激 就讓這些本來自認為自己是奧斯曼人的人 但他們說的是土耳其語嘛 然後他們開始構建屬於自己的東西 就之前他們是沒有想過這件事情的 但是後來是因為一方面奧斯曼帝國這個東西 就打仗老打不贏 然後那個民族就國族構建失敗了 然後又看到那個像希臘獨立 希臘獨立對於當時奧斯曼的震動是非常大的 還有就你同時還有埃及那邊 不是希臘獨立那個時候 埃及當時也是一個獨立幾乎是獨立的狀態 但是如果我們還要再看這時候 剛我提到另外一個事情 剛才我也沒討論這個事 就是歷史上他們發他們幹過一次類似的事情 只不過那次沒有這麼快 就是1071年之後 到1453年之前 中間這400多年 他們就是小阿西亞的這個民眾 其實基本上是全部都更換了自己的國族的 就是他是 安納特利亞本地的居民 在過去中是有統一的民族甚至國族認識的 就是羅馬人 對啊就包括那個什麼羅姆蘇丹國嘛 對這個這個羅馬人 而且它的根基是非常深厚的 就是為什麽就是在阿拉伯大陀佛之後 實際上 因為大量 就總是有大量的那個 在這個希臘的人 就可能 其實說這個有點類似於今天那個 序里亞難民 對就是序里亞難民 大量的這個 來自序里亞的那個羅馬難民 就湧入了這個阿拉伯大陀佛 導致原本其實 原本那些地方其實還是有一些 怎麼說呢 就是這個可能就是 可能還有一些小民族 你比如說伊蘇里亞人 當然有的說伊蘇里亞人其實也信基督教 就是也當時本來同樣差不多了 然後等這個大量的這個序里亞 羅馬的序里亞難民湧入阿拉伯大陀佛之後 可以說之後的話就是 可以說阿拉伯大陀佛是個非常單字化的 就民族過程是個非常單字化的 就是純純 都是純純的羅馬人 因為實際上相當於是 本來他在阿拉伯大陀佛的那些 你剛才說那些小民族 他一方面是羅馬人 一方面又是他是那個小民族 但是當那個叙利亞那邊的羅馬人 湧入這裡之後 要相當於這兩波人 他們的最大公約數就是羅馬人 所以他們為了在一起生活 就彼此淡化了各自的地方屬性 而追求了羅馬的這麼一個身份 對 對 而且這個這個 而且之後的話羅馬律師 民族中 把各種什麼斯拉夫人什麼人 全部都往小阿西亞前 他說整個小阿西亞就是個 安徒萊就是個超大號的軍事基地 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實際上他的基礎是非常深厚 為什麼?因為所有來的人 他最後都實際上都被 他就是都在一個國家軍事組織當中 他所有屬民都是在一個國家組織當中 而他認懂他的宗教和語言 語言說羅馬語就是希臘語 宗教信仰基督正教 然後他的這個 而且像小阿西亞常年又是那個拜占庭和那個穆斯林世界拉鋸的這麼一個戰場 就你往往在這種戰場的這種邊境上他民族主義構建是非常容易的 就你更容易就因為有很明顯的界限就是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就朋友就是羅馬人羅馬人就是朋友 敵人就是穆斯林 對 就沙拉森人 對沙拉森人 當時叫沙拉森人 對 但是沒有想到的就是這麼一個可以說是建物的一個堡壘居然 居然破了 居然被攻破了 就是你想想說 以前的話那個沙拉森人就是阿拉伯人 幾個多少拖著在那個這個沙拉森上拖了多少兵力 幾十萬大軍都不曾讓當地的羅馬人屈服 但誰能夠想到107年的曼奇克爾特戰之後 當地的民族人居然一步步的開始改變了 就這個是非常嚴格的 就是就是就是作為一個羅馬經營 羅馬人一千多年吧 羅馬人大概在就是在公元前就開始已經經營想要了 然後已經是已經一千多年了 是的 是羅馬的核心 居然被居然就被變了 反而不只能說就是真牛那真是牛 因為之前跟那個薩山波斯拉鋸都是在那個什麼 呃巴格達呀什麼大馬斯格這些地方 就小樣一直都是羅馬的 那就就非常喜歡 就這個其實也是大家不能理解的地方 就是怎麼這你的國家的民族人同怎麼這麼會崩 因為你要知道在在當時的 在當時世界特別是歐洲那裡 當時民族人同可以說是非常碎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法國國王啊 就是法國國王揮曬的那些什麼 柏根帝人呢 還有什麼布列塔尼人呢 他們他們是會認為法 法蘭西國王是自己的國 他們不會認為自己是法蘭西人 因為當時法蘭西人僅僅只是就是巴黎周邊那個法蘭西島 對當當時地方認同和對於那個君主的認同是完全分開的 是 但是你要知道羅馬在東馬來的時候 他的上下是一致的 他的國家認同地方人 他的國家認同民族人 是君主人是一起 是連在一起的 就他在古代是個比較罕見的一個非常統一的這樣一個一個族群 應該說在西方是比較罕見 其實他跟中國很像 一個國家 他跟中國很像的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群 哇塞就很危險 那就是這樣 那他崩了 那他崩了 他就這麼崩了 而且你要知道當時人口也不少 當時羅馬人多說一千 當羅馬有1000多萬人以上 1500萬人 多則1500 少則也有1000人 這麼大的一個群體 就歷史上幾百零 就主任就消耗完了 就不見了 現在就沒有了 主要還是跟後來 就你從那個 就你說的那個年份開始 他就失去了 對小亞一半以上的領土的控制 他基本上就只控制那個海邊了 對 這就是問題 就說 就提到剛剛孝文提到那個 孝文其實在那裡 城市和農村 但我覺得 不光是城市農村 它有個沿海和內陸的對抗 這對抗到今天一樣存在 說到奧斯曼帝國當中 奧斯曼帝國說是控制小亞 但它其實它的核心其實就是 小亞的海岸地區 它內陸地區 它很多時候一樣搞不到 是 它起家是在小亞的西北角那塊 那波爾薩 對 就是內陸和沿海交會 對 它起家在那起家 對 核心就是打不贏 對 核心就是打不贏 這是核心問題 我說這個核心問題之外的問題 要是打得贏 那奧斯曼帝國當中 打得過七大一 打得過七大列強 那也不會到今天這樣 我們說是戰爭之外的事情 這是相當於叫什麼 它打不贏之後 產生了一個後果 對 怎麼辦 就很快的羅馬認同就消退了 那不 不是很快 是很堅定 它沒有一個反復 就是 你可覺得什麼 它慢慢恢復了 對 那肯定恢復不了 因為一直都 後面都一直被控制了 你確實恢復不了了 不是 大量讀小亞洋海 這個其實不是問題 這個本身不是問題 你為什麼 因為說實話就是 小亞內陸那個地方 到今天為什麼 就是 說起來 埃蘇丹其實有一個善政 就是埃蘇丹的小亞內陸 需要大量的水利設施 極大的方便當地百姓的生活 就小亞內陸那個地方 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個地方說了就別想 那個地方鬼才人呆的下去 而且還有標準才 就當作這種情況 當時 在那個 穆穆蘇丹國的治下是什麼 是突厥人佔據平民 羅馬人跑到雙溝溝裡面住起來 就是 山間最難過的地方 才有羅馬人 就是連 突然都變成一般羅馬人的狗人 那狗 狗了 大概也狗了幾百年 狗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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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天希臘就有 卡巴多奇亞人 就從那個時候來的 也還不是從那時候 哎呀那都是神奇的 那不用管 對 而且還有就是 這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之前 數大學講過這個問題 就是 對羅馬人的真正的毀滅一期 其實不是來自於那個 那個什麼 不是來自於 107年的曼奇克爾特的知識 因為之後的羅姆三國人口很少的 就幾百萬人 也包括保加利亞 其實就一兩百萬人 很少 因為就是 當然 為什麼說大部分人口在沿海 因為沿海就是有大部分人口 科普尼王朝比 馬西頓王朝少了一半 講 人口實際上是差不多的 他人口一千萬 就是 即便叼到小阿西亞內陸羅馬的人口 依然有一千萬 這一千萬 同樣是同住 同住非常高的 也是有 我怎麼說也是有近一千萬人的羅馬人 就又崩了 就居然又崩溃了 他這個連環崩溃 他崩溃了起碼 他連環崩溃了三次 107年崩溃了一次 1204年那會又崩溃了一次 然後1354年三次崩溃 1354年是不是那個什麼兩約翰 不是 1453 1453 1453 1204 1204年那次才是真 那一次其實也不是沒有回權的餘地 1204年你可以理解為什麼 什麼什麼事呢 就是 1214年就是要 那個確實 1204年把羅馬主星谷打沒了 那個直接把主星谷打沒了 那個很傷 就是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為什麼羅馬人不能 就是這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 是羅馬人的同化能力 歷史上我們見過是很強的 那為什麼沒有把突厥人同化 他反而被突厥人同化呢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是他怎麼說呢 這確實挺奇怪的 因為理論上有牧民族公佔下來的地方 他很快會被當地的文化給同化 這是比較常見的 就你像 富二來的 你像那個 有老婆新老婆來的 你像蒙古 當時不是 雖然打下來那麼多地方 但是你看金藏韓國 最後還是變成了一個 斯拉夫化的 這麼一個政權 然後伊爾韓國 就變成了一個 那個 就是伊斯蘭世界的政權 對 甚至我們說羅姆蘇丹國 其實也是一個羅馬化程度很高的一個 對 他的君主有雙重信仰 他知識愛人民 也是 你比如說那個科姆尼家族那個誰 就是跑去 就在羅馬 就是跟當地人打拼的話 也還自創了一個新的一個教派 就是融合了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的部分內容 他是有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就崩潰了 就是羅姆蘇丹國在本地化過程中 他又被蒙古籍國幹爆了 他又散了 就是他等於說就是 他正在一個就是外來人口 正在本地化過程中 他這個進程是不是打多爛子 然後又一批新的外來人跑回來了 突厥更適合阿納托利亞那種環境 不是啊 就是不用提 就在於普遍 其實不適合突厥也不適合那個環境 之前錯過那個測試 你說你可能不信 就是今天小阿西亞東西岸的人口 比內陸的人口 有更多突厥 突厥 突厥那個基因 為什麼 這說明當時這種大人突厥 根本就不想待在那個 根本就不想待在內陸 他都提前跑到海岸去了 他也往海岸跑 誰沒有 沒有人跟那個內陸來 那個內陸就是不是內陸 內陸太窮了 你突厥人 人也不傻 要搶也是搶富的地方 而且說到底還有這個 說到底啊 奧斯曼幾個統治中心也不是那個內陸 說到底奧斯曼近代以來的他的 國家的人口資源 還有他的思想 也來自沿海部分 說到底 之所以土耳其或者土耳其 其實大部分也是 也是沿海那部分的選擇 不是內陸那部分的選擇 你就那三個那三個城市 那個 其實奧斯曼時期還沒有安卡了 奧斯曼時期就伊斯坦布爾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伊茲密爾嗎 伊茲索就伊茲索 就伊茲索 就斯曼納 斯曼納 伊茲索那地方西岸 尼海西岸 誰地方 就那幾個 德魯伊老子來了 德魯伊老子來了 你問他他說什麼 他要來那個嗎 他來了 他已經來了 他已經在直播間會議室裡了 然後他說幾句 他這規模 波塞多 那不是 被游牧民族欺牢的地方太多 你羅馬人波次能比波次人多嗎 對這是更搞笑的一段 那伊朗人 那伊朗人正兒八景的歷史上 滅國被滅了一千多年 人家還不是出國了 對這是最爆笑的伊朗 那伊朗人 那伊朗人 那正好在大陸中心 那幾千多年 人家仍然往四處不避泥 突然不都邀請來伊朗 最近 但伊朗現在還在 所以人家仍然也很突然 伊朗的政權換了不知道多少茬 好嗎 每次那個 你像那個叫什麼 從阿巴斯之後 阿巴斯之後那個什麼 塞爾柱 塞爾柱後面不行了 又來了花拉茲摩 花拉茲摩不行 又被蒙古人打成了伊爾韓國 而伊爾韓國結束了什麼鐵木耳 對 對 而且還有一個這一點就是什麼 薩 近代伊朗人起了 薩菲威王朝 同樣是普庫曼 同樣是普庫曼人的王朝 薩菲王朝是普庫曼的一個教團 你比如說阿薩拜疆以前 你也是說 也是說波斯語的 阿薩拜疆以前是波斯語 就是伊斯瑪伊 過來之後 那地方開始說 說突厥於些語言 人家伊朗不照樣 照樣今天還在 人家依然今天是中東大國 那你羅馬人怎麼就死 死透了 這是差距 你怕就怕底 對 那是為啥呢 不知道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我們其實本質上不知道 在107年前後 寫了西亞內陸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的 是不是史料黑洞 對 對 需要我去幫忙查一下嗎 還是怎麼說 就這個黑洞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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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這個不用查 這個這個這個 我是有這邊 我真的有 研究這個朋友 沒有 沒有資料 薩法維是黑洋還是白洋 他都不是啊 他是白洋的外村 他姥姥是羅馬人 又來了一杯不給不忍聽的 波斯算文化存序勝利的典範 那確實 他們確實存序下來了 而且那個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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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後來那個什麼 凱加王朝也也不是伊朗波斯人的 他也是土庫曼人的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什麼沙啊 波斯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 統一到結束了戰亂那個 忘了 那個到處殺殺殺殺的那個 就是薩法維王朝末年 到處殺殺殺短暫 那個 納蒂爾沙 納蒂爾沙 納蒂爾沙也不是伊朗的波斯人 他也是 對吧 土庫曼人的 那那個 那個誰啊 我們近戰那個什麼王朝啊 就是今天就是 被推翻那個 巴雷維 巴雷維嘛 巴雷維也是什麼 哥薩克啊 對吧 我記得 他不是哥薩克 他是 他是當地人 但是是 那個俄羅斯訓練的 哥薩克旅 對 對 納蒂爾最近進文明六了 很有特色 文化技術 方式不動 不是文化技術方式 人家羅馬人 當時是用紙 紙技術文化了 那些紙技術在哪 我不知道啊 都丟了什麼 找不到 考古也不行 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又不認 又不認白人 也不認羅馬 他的這個考古也不上心 對他考古不上心 是這個問題 當然近年 近些年好了 也近些年好了 艾蘇蘭 艾蘇蘭這幾年放鬆了 已經 但依然沒有信 說到你其實 說到你證明 引到最後就是 你發現沒有就是最後 羅馬為什麼完蛋了 沒有人願意認羅馬 這是問題問題 沒有人想認你了 你認羅馬也沒好處了 你看 你說到你伊朗為什麼能 近年來的 後面有人認了 後面有人認了 你認你伊朗 對不對 當然說實話 我們說實話不一樣 今天認的伊朗也不代表 古代伊朗就是 說個更搞笑的事情 伊朗人很長的時間 是不知道阿西美尼的王朝 因為阿西美尼的王朝 真的不在紙上面寫故事 阿西美尼的王朝 就是口口相傳 靠那個石雕 他沒有聰明歷史 所以之後突然到 突然到人們 後來伊朗人認為 亞歷山大是那個 是那個大勇士三世的弟弟 說這樣了 那因為他這個跟那個 伊斯蘭教有點關係 這什麼 有老婆說什麼 那句什麼 東馬在希臘上希臘話 也兄弟不希臘 你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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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古典晚期 大部分自認為羅馬人 人他們大部分就是說希臘語的 對啊 就那年古代話 人家人家就覺得 就古典人說的意思 就是羅馬尼亞 就是羅馬人的土地 這個詞最想造出現在埃及 你覺得別人家希臘話 人家覺得你莫名其妙 就是因為到了古典晚期 大部分羅馬人就是說希臘語 所以你總不能說神羅是羅 你總不能說神羅是羅 對 羅馬人在羅馬遊戲團中 獲得最後一名 還被刪耗了 那確實刪耗了 那我記得B站上面有 我應該有收到 有一個伊斯坦布爾羅姆人社區 那可能 那幫人是最後一批 最終的羅馬人人 你為什麼收到 你收到 你收到伊斯坦布爾的羅馬人 你收到 應該有 其實綠羅真的是個爛梗 是奧斯曼征服了羅馬 羅馬只是奧斯曼的一部分 對 你不能叫他羅馬 羅馬凯薩也就是個好聽的程度 對 可能就是個程度 就那個只是奧斯曼 蘇丹眾多頭銜之一 就他是羅馬人的國王 就但是這也只是他頭銜之一 所以你用綠羅來稱呼奧斯曼是錯誤的 也不算吧 看距離環境 因為伊朗人 波斯人 真把奧斯曼人叫羅馬 那確實 他們公文裡確實用的是羅馬的 就比較搞 那些人可能最成熟絕 是的 那軍堡老是民 那確實夠 主要還是因為波斯人跟羅馬人 這時候打了上千年 就他左邊 就地圖左邊 那幫人就是羅馬的 就他就這麼覺得了 對 羅姆蘇丹國 羅姆蘇丹國 是羅姆這個地方 雖然我不願意顯得很黃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羅姆蘇丹不是羅馬 是那個地方 是個地名 說到底 對人家殺都比較無私 是啊 也就叫你跟凱撒 凱撒是給你面子 羅姆蘇丹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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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想說這麼多 其實我原本想 我原本想跟大家讀一下 哦對 那本好一年半了 滿快兩年了 就我昨天不是在讀那個戰爭國家與社會嗎 裡面就有些有講 有講這個沿海地區和這個內陸的這個差異 我有時間 要不要不早前跟大家讀一下 馬拉要不然你看怎麼樣呢 馬拉你看之後有沒有時間 我可以在這裡讀一下那個 因為這本人人多嘛 讀一下那個 就是講那個 東羅馬時期的這個小亞社會的一個文章 軍事社會的人 哎呦多長 你看有沒有空 我看一下 我可以節選嗎 我看一下 不是那那是一本書中的第七章 我看一下 那那也算了 我做我之後自己還有讀書的計劃 啊行行行行 那那我自己的電台讀吧 好吧 算了那個那個缺太長 這個這個書特別少算了 反正就是所有這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 他內陸的這個 跟那個沿海的區列是自古就有的 而且說實話 你其實很難去去改變這個地方 因為說實話 那個地方環境太糟糕了 給你你也不去 是啊 就那個小亞的山里 你基本上很多時候就是那種 鬥爭失敗的 他就不得不跑到山里去 就是就這麼一個狀態 就包括你上那去 什麼庫爾德人 庫爾德人本質上也就是跑到山里去的人 你也不好說他到底是什麼人 三地土耳其人 對 其實就庫爾德人 對 這個庫爾德問題怎麼搞出來的 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凱默爾 他他認為就是這個國家所有人都是土耳其人 就沒有什麼庫爾德人 沒有這些東西 你是三地土耳其人 他就強行跟你說你就是三地土耳其人 而且說說到底 當年在奧斯曼帝國時期 土耳其人這個稱呼 就是拿去稱呼這個庫爾德人這種狀態的人的 就是這種在生活在就是各種 雞腳嘎拉的這種半游牧 半那種的狀態的人 他就稱之為土耳其人 不服王話 對 就在奧斯曼時期他們就是土耳其人 就這個這個土耳其人這個稱呼 他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完全不同的意思 就特別難受 這東西 然後最後還被現在被這幫人拿來稱呼自己 就被曾經的奧斯曼人拿來稱呼自己 然後就徹底亂套了 這套人類的語言系統 就拿給他們折騰折騰 還要折騰亂套了 我靠 不是庫爾德人不是任何人分出來的 庫爾德人是一個概念 就是住山里的人 各種山里的大地人 對 就住山里的都叫庫爾德人 所以為什麼說其實庫爾德人獨立這個 其實也不太可能實現 因為關於什麼是庫爾德人 他們那裡還在打一架 對他們自己還在打一架 你根本說不清楚什麼是庫爾德人 你像在亞美尼亞 怎麼區分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 那非常簡單 你信基督教你就是亞美尼亞人 你不信基督教你就是庫爾德人 其實區分亞美尼亞人跟格魯吉亞人也是一樣 怎麼區分你是亞美尼亞人 你信亞美尼亞是獨教會 怎麼看到你是格魯吉亞人 你信東人教 你根本說不清楚 亞美尼亞是不是主體的人也都潤出去了 也不是吧 他就被肉體消滅了 直接殺完了是吧 這又是土耳其國內一個暴雷 一個絕對的禁忌就是亞美尼亞的 對於亞美尼亞民族的 就是物理消滅 主要還是奧斯曼被滅了 所以現在西方人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大蘇特蘇 但實際上當年亞美尼亞人自己作死 他們在那兒引殺俄的人過來 好吧 實際上 你屠兔在歷史上說的話 不是很稀奇 但問題在於這是屠兔之後 土耳其人占領 在把那個原來西亞美尼亞給吞命了 這個是大問題 說實話你一會殺人殺多少 那你把地屍還對著要命 就是你看原本這種傳統亞美尼亞地底範圍 是在今天土耳其西 不就是很簡單的凡虎嘛 凡虎是亞美尼亞的勝虎 但今天他全境都在土耳其境內 毛賴你找什麼 你把那個土耳其地圖找來 土耳其和亞美尼亞地圖 就真的是要命的 因為說到底 我們說你難聽的話 你把人尬了 他可想九三人再找不出來 對吧 你把地搶了那個才要命 他不光是把地搶 他把上面人給搶走了 那些人之後肯抓去 雖然說大部分是 對對對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那個東西 怎麼判斷你是亞美尼亞人 庫爾多人 你信伊斯蘭教你就是庫爾多人 你基督教你就是庫爾多人 你基督教你就是亞美尼亞人 那土耳其人搞了那個圖土之後 那當地肯定很多人也歸於伊斯蘭教 他們之後就變成了新的庫爾多人 他們也不認識自己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國是一位帕蒂亞人家 人家亞美尼亞比帕蒂亞早多了好吧 人家波斯國王那個 波斯國王的皇帝的那個 那個武功路 這個石礁上面就是亞美尼亞人 人家很早 對就這裡 對 那你看今天亞美尼亞 我們這個職位觀眾又到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就這麼大 大概這個圖大概大概亞美尼亞一半吧 一大半了 那邊還有一小部分 然後還再加上 當然現在沒了 加上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共和國 現在已經沒了 那個叫什麼 就那個納西西灣 對 不是納西西灣 納西西灣就是二三百兩者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共和國 納卡對 納卡共和國 你認識要給嗎 然後穿到亞美尼亞還有什麼 包括那個 大家看這個地圖 大概就是 反虎肯定在裡面 對不對 大概你可以從這個 迪亞巴克爾 就是這裡是重鎮對不對 大概你可以以為 迪亞巴克爾 就是傳統的亞美尼亞地區 你不要說 你看現在上面什麼 海景的亞美尼亞呢 我操 大家看到沒 這地圖上面就是亞美尼亞 就是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什麼 大家看 土耳其 東部這裡 直接就是亞美尼亞所 大家看到沒 是啊 那你不用主張 大家看 亞美尼亞成古製 對吧 今天故意睡覺到來 年 對這些地方 以前就是亞美尼亞人 以前就是傳統的 亞美尼亞人 但說實話 什麼是亞美尼亞人呢 也不一定 你是伊斯蘭教 你是庫爾德人 你是基督教的 亞美尼亞人 對 埃爾祖路姆 這些地方都是 甚至包括特拉布中 也可以算是大亞美尼亞的 沒有 其實在古代 這不是問題 問題就在於 到了近代 你要靠這一套敘事 來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它才成為了一個問題 對 然後亞美尼亞就記了 我這樣就是指責 亞美尼亞 土耳其 亞美尼亞突圖那個 其實 我之前也想說 歷史上這種事很常見 但問題在於 這個事情 對於亞美尼亞的民族認同 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因為它正好處在一個民族認同 形成過程中 他突然跟你來這麼一招 只有波斯亞美尼亞成 你好歹給一個自治區吧 主要還是被那個吞了 好吧 被沙俄 沙俄給你把伊朗揍一盾 然後把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割出去了 對 或者其實這個問題 也不是完全就沒有解決辦法了 因為以前的話 我們知道蘇聯的成立的時候 是四個部分 華裔俄羅斯 俄羅斯 烏克蘭 還有外高加索 對吧 你雖然亞美尼亞很小 但是你看 你把整個格魯吉亞 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 你三國家拼在一起 你還是個 還是一個有點體驗的國家的 但是現在的話 三國又分家了 對吧 那更近了 他們三個不可能和他一起 三個人不可能和他一起 對 對 但是問題是 這次分家 也沒有這樣的好處 他到場多戰一點 結果 好 當我先走我們知道他失敗了 嗯 他的順利都沒有 插播一個緊急消息 啊 黃仁勳在英伟達年會上 發出了一個巨型紅包 那個紅包的大小幾乎有A4指大 他直接給小孩發 啊 然後小孩 他問小孩紅包多少錢 小孩說一萬 然後他很坦然的說了一句 才一萬 他那個紅包的厚度 我看到至少我估計得三到五萬吧 可能啊 我不清楚 哦 三萬吧 五萬太多了 五萬太重了 問他重不重啊 啊 重啊 多少錢啊 一萬 才一萬 就黃仁勳真的會整盒 我覺得他再來一個 你在那裡面裝的是什麼錢 啊 沒有 就當我們認為啊 英伟達比較保守的時候 英伟達整了個終極大火 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還以為他會在紅包裡包一個4090 我為什麼要緊急過來插播這個事 是因為黃仁勳現場太有火了 穿個大塌吧 我跟著跳秧歌 還給你整一個紅包 就紅包這個環節是 就是極其行為藝術的你知道嗎 我給他配了個PDR的BGM 我到時候可能要發稿件 就當你看到他那個圖的時候 你就會想像到啊 PDR的音樂 Now give them hell 我看看 我看直播間在說 這真的是 真的是 我現在正在跟領導私扯 這是黃仁勳首次來中國 有人問羅馬圖人怎麼從武郎變雙同 武郎就是個傳說 而且那個傳說還是抄襲的博斯的傳說 太酷了 那個傳說從中亞一直到西亞那塊都有那麼一個故事 而且反覆都被拿出來用 就最早是一個 就最早能查 就找到的故事版本是講那個 好像跟 俱魯斯大帝有點關係吧 反正什麼 反正也是個波斯的故事 反正不是羅馬首創的 那個是個 就是挺常見的一個故事 不會很正常 你古代民族 就拿動物作為圖騰嘛 就很常見的這種 你反正反來不去救那幾個動物 雖然我記得那個 當時突厥就唐 那個什麼 南北朝的時候 不是突厥的行程嗎 他們那個故事也是跟狼有關的 那也非常 非常搞的 那個有點 對有點太善而不已了 還是不講 但是也是跟母狼有關係的 我這個不是母狼 老公狼 沒有就是母狼 我們當過當過 我看到是哪個民族 我看到是先卸而修 應該 我看 凡是跟突厥有 突厥有關係 突厥是 反正曹英 我看到是共狼文族 算了 為什麼波斯 為什麼要用獅子不用牢 他們那沒有老虎 那沒有老虎吧 哎呀 你如果玩過那個什麼 你如果玩過羅馬一群戰爭 你會知道那個 他到一個年度 會彈出個誓言 叫叙利亞的老虎 叙利亞的獅子滅絕了 對 對 那個序里亞獅子滅絕了 那是帝國 帝國全民戰爭吧 不是 帝國肯定是羅馬 帝國那多久了 我說 是羅馬全戰爭 談的那個事件嗎 帝國全民戰爭講的是 我知道 我知道呀 但我記得那個 序里亞獅子 找灭绝 你可能发现后面 可能后面又是新引入了 无所谓 这里我要跟大家打个预防针 利用传说的相似性 研究全球历史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喜欢干 但是最后大部分搞成成果就是跳大陈 我明确举出 在上世纪有个特别流行说叫太阳 有一个学说 他认为太阳 在各个国内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后以此为止 我给你瞎捶辣嘴 流毒非常深 就是通过神话谈说 论证民族的民族法律史 建议你谨慎 你最好谨慎的看 那个审论太多了 还容易跟一些什么神秘主义 参加在一起 纳粹喜欢搞这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 纳粹来西藏搞亚迪安人 这个事情 是这样 你说的纳粹的定义 也是由于他要造宣称 因为他把德国皇室给干烂了 但是当时国内的荣克 包括这些贵族也要存在 作为一个新兴的蓬勃升起的 至少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实体 他要证明我的强大与生俱来 怎么与生俱来 最后就搞神秘学了 当然这也跟西姆莱本人 喜欢神秘学有关系 雷神之随 西姆莱一直找那个玩意儿 他还试图人造雷神之随 在人上一决成功 就是感谢西姆莱 我们才能看到伊尼安纳琼斯 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好看的 确实 我给配了个配备的音乐 待会我会做一个版本 如果你们看到那个版本 你们就会知道多好笑了 兄弟你不要深究那个问题了 那个什么传说 真的不谢谢你深究 不要深究 不要深究 那个玩意儿会 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 办成了太多跳大与人物了 你不要进去 千万不要进去 你当个笑话 就完了 不要深究 你要知道 在这个例子上 就进去 破证论论 拿这个来破证论的人太多了 到现在还有 我有个群 那跟我说的那个还是不一样 我说的那个是 就是一个传说故事 在一个文化圈里 互相流传 是的 那个流传是很正常的 但是那种拿着相似的神话 然后拿来搞什么论证 那就 我只能说你可以论证那个 叫什么 当时是小兵器 这种 就那个是有可能的 小兵器是一个万能的理论 就是我出门摔跟头了 我都可以拿小兵器来解释 也不是 就小兵器 你是能从那个 那什么南极那个什么兵 还有那什么哪里的机兵 还有南极 你要这么说 现在我也可以说 现在是小兵器 现在是一个小兵器的末尾 快结束了 他升温来的 离火运 你看我们玩的更高级 传统文化 周易给你扔出来 哦操 对 埃及就是下 我操 你说这个老子 确实有人论证过这个 而且我明明告诉你 当时他是为了论证 在真有人论证过这个 然后也是个老 老很老的一个 一个世界前的人物吧 他真论证过这个 埃及就是下国草 外国人 这就得不得不夸下1999 就是1999 他的神秘学内容 他哪里做得好呢 他好在好在他做的那种 本质上跟神秘学 一点关系 他只是漂亮的神秘诈 他这道理 他没有讲增长神秘学 他要是增长神秘学的话 他真讲神秘学 他过不了神 直接改毕了 好吧 他真讲神秘学 他就成我四才了 好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 直播间还有这么一个人 是的 不是 1999 说到几 谈那个游戏 根据这些一些内测 我想反映 这个神秘学 这个设定 其实临时加上去 诶 那他加上局 这个游戏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 我估计也类似 也估计也类似 反正就要垂到 反正肯定是要垂到神秘能力的 我们真不如聊手游 聊聊手游吧 算了 我说我的话 实际上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这个短暂的手游历史 因为我一直玩两个月就气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自动战斗必须加 你不加自动战斗 真是坐牢 一切就有这个太坐牢了 你一直就有那个 他每个技能要放很长时间 然后不能自动战斗 那点 一盘打下来 我机软起码要三三分钟三五分钟 三分钟 然后技能说就是军队准操 阿斯文 算了 不能 我说那个笑文 笑文在笑字 不好意思 因为我在港稿间 不好意思 忘了 你去港稿就港 我不打他 没什么要聊的 一般就散了 也挺晚的 行吧行吧 不错 对 散吧 放五哥吧 放五哥 放五哥 这个 这就算了 那要放歌 当然是放那一首 大家 我点一首歌 我给老黄 我好像没听过 你老黄想说话 东郎问你讲说什么 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从红外的群里面 进行发现 是毛拉的直播间 有点尴尬 我给老黄 没什么 没什么 对 点这首歌 我听 我听 我学一学习 学一学习 什么歌 我玩这个游戏 玩了2500个小时 什么游戏 倒雷 不是 哦 配队 没有闪电门归来 我听腻了 那个听腻了 我擦 赶紧被玩烂了 我擦 自负报导长 吃脱天法拜愿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到啊 我听到啊 没有声音吗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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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 少问你走了 那个老哥有人问 某个UP 出来个ECFA的事 我们无法提供 无法提供 少问你走了 你自己查吧 这谁呀 不错 杨可水是谁呀 不论 您好 我和德鲁伊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没事 我俩在里面就算了 好的 好的 哎 哎 没什么 说了 我问你说 没什么 我听你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吗 我没有 我只是希望的 你要点啥 我想 我回想 方舟 太吵了 算了 把这个放 你收下 太吵了 但你也可以不点 算了 不点 我问你个事 我问你个事 你觉得现在方舟 还适合 还适合入坑吗 你想 你想入坑 建议直接买号 找一个靠谱的渠道买号 我新号 建议 入坑肯定是不推荐的 而且现在方舟入坑有一个问题 方舟 他有相当一部分乐趣是在看剧情上面 然后你现在看剧情的话会有点多 就会你文本量他有点大好吧 他很重要的几个比较好看的直线故事 就是文本量都是十多万字的那种 哎呀不错 但他写的确实不错 就你就只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那通直怎么大 大概会是个什么呢 呃 通直倒是你如果是买的号 那你就每个月再花30块钱买那个小月卡就行了 你甚至都不一定需要每个月买 当然前提是你是买的号 但买号的话会比较 就可能会有一次性的投入 一定投入大概多少 呃你认为不用买特别好的号 你就买个几百块钱 可能两三百三四百 就那个号已经拿到 你拿到手就基本上该有的角色都有的 那么一个状态 看这是什么脚本刷的吗 呃不 有很多 有一些是弃坑的 啊我知道 主要方舟号也不值钱 所以你买号其实挺划算的 但主要就是你要找个靠谱点的渠道 因为有些毕竟就 对对账号 对总会有这种问题 现在账号这么廉价 那有些人 连续有点成分了 没有人不欺负的 我说的那种账号都不是成品号 成品号的话要还是要个几千 就我说的是那种 有那么一些关键角色 就你买一个这种号 然后自己再 再拿着玩就 会舒服很多 免得你自己磕 自己磕太贵了 晚上我就是问你 我没那个时间 对主要你如果不看那剧情 我是觉得乐趣确实会少很多 就虽然他塔防玩法也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就单纯从游戏性来说还是比较有 还是可以 就说不上多牛逼 但是也我觉得算对得起那个称之为游戏吧 那个有观众说那个什么 logup认为可以停止ECFA 因为CV战斗产生什么叫ECFA 什么东西 不俗不评论对不俗 全途建肯定是指点钱的 因为毕竟有几个绝版的角色 什么叫ECFA 兄兄你说一下 HLA老哥你说一下什么 你不用理他 你不用理他 我确实不知道首先 所以我回答不了你 就也没有讨论必要 而且马上要下播了 那我就 那我把这边会议先关了 然后我就放手 反正我最后说一句吧 就是 我觉得先试试呗 反正我意思就是你不是怎么知道的对吧 那试试呗反正 好我说完了 对 然后那我先把会议关了 然后我这边放一首 毕竟今天的专题是土耳其 最后放一首那个 伊兹米尔进行曲 然后结束 可以 那我先关了 然后最后放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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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ın, güneş, orga, sırmalar saçar Bozulmuş düşmanlar, gel gibi kaçar Yaşa Mustafa Kemal Paşa, yaşa Adın yazılacak, hüce her taşa Yaşa Mustafa Kemal Paşa, yaşa Adın yazılacak, hüce her taşa İzmir'in dağlarında oturduk, kaldı İzmir'in dağlarında oturduk, kaldı Şehit olanları deftere yazdım Şehit olanları deftere yazdım Öksüz yavruları bağrıma bastım Öksüz yavruları bağrıma bastım Yaşa Mustafa Kemal Paşa, yaşa Adın yazılacak, hüce her taşa Yaşa Mustafa Kemal Paşa, yaşa Adın yazılacak, hüce her taşa İzmir'in dağlarında çiçekler açar İzmir'in dağlarında çiçekler açar Altın güneş, orda sırmalar saçar Altın güneş, orda sırmalar saçar Bozulmuş düşmanlar, gel gibi kaçar Yaşa Mustafa Kemal Paşa, yaşa Adın yazılacak, hüce her taşa Yaşa Mustafa Kemal Paşa, yaşa Adın yazılacak, hüce her taşa Altyazı M.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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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